大家好!欢迎!欢迎收看《说生活故事》小秋 今天来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我的孪生姐姐李婉兴从国外回来那天 恰好撞见男友沈旭送我回家 沈旭和我五指交叉按住我的脖子 像吸血鬼一般嗅着我身上的味道 感叹 阿兴 你的脖子真好看 真想划一刀看鲜血喷溅 然后他就要埋头咬下来 我下意识地偏头躲开 就看到他站在马路对面 正眼神阴沉地盯着我 沈旭咬空了 很不悦 掐着我脖子的力道中了钟 黑毛里全是阴质 我怕他做出什么过激的事情 连忙点脚吻了吻他的唇 他这才愉快地拍了拍我的脸 像主人逗弄小狗一般和我互道晚安后离开 李婉星从黑暗里走出来 阴森森道 沈旭是大学教授 只有我这样出国深造过的人才配得上他 我擦拭嘴唇的动作一愣 继而讽刺地笑了 你不会那么无耻吧 连我的男朋友都想抢李婉星 被我戳中心思 恼羞成怒 要不是我 你怎么可能交到沈旭那么优秀的男朋友 他本来就应该属于我 这是我听过的史上最没脸没皮的话 不过也不稀奇 这是他的一贯作风 他从小就喜欢仗着父母的宠爱抢我东西 连出国读书也是顶替了我的名额 我无视他的怒容 知道有本事你来抢啊 李婉星愤怒无比 当晚给爸妈打电话 哭诉我那偏心的爸妈强制勒令我让出男友李贤月 你说你一个二本 根本拿不出手 就算嫁给了沈旭 也是给人丢脸 你这孩子多不懂事 就知道耽误人家 你要是听话的话就把他让给你 姐姐 我开了扬声器后 就把手机扔在沙发上 他们尖酸刻薄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 等他们说得口干舌燥时 我才慢悠悠地开口 那你们把他送过来 看沈旭会不会喜欢李婉星 我只是随口一提 谁知他们还照做了 按惯例 沈旭每天晨跑路过时都会给我带早餐上来 李婉星威胁我 你待在房间里不准出去 否则我要你好 看他凶神恶煞的模样 像极了从前欺负我那般 从小到大 李婉星凡是想从我这里抢东西 都会用爸妈恐吓我 明明是他做了错事 爸妈也只会苛责我 打骂我 为了逃离原生家庭 我拼命读书 终于获得了国外名校的录取通知书 而李婉星高考落榜 只考上一个普通二本 他轻飘飘地说 我想出国读书 我妈就立即到 把名额让给你姐姐 否则你别想上大学了 于是他心安理得地冒用了我的身份出国读书 我则是留在国内 只上了一个普普通通的二本 当初我妥协 只是为了保住继续上学的机会 他凭什么认为 现在的我还能受他的威胁呢 不过我还是没有反抗 任由他换上我的衣服 扮成我的样子 出去迎接沈旭 李婉星的演技很好 沈旭不仅没发现他是冒牌货 反而还因为他的温顺倍感满意 四日一早 李婉星衣着单薄走了出来 我越发喜欢沈旭了 他比我见过的任何一个男士都要温柔 我听着他炫耀的话 没打断他 最后他说也没见得他多爱你 都没认出来 以后他就是我的了 就这样 我顺理成章地和李婉星换回了身份 交换完彼此的身份证件后 我准备逃之夭夭 却和刚出门的沈旭撞了个正着 他睡眼惺忪 额前的刘海凌乱 正揉着头 看起来人畜无害 看到我时 黑眸缓缓眯了起来 阿兴 我顿时头皮发麻 认出我来了 就在这时 去预示洗漱的李婉星回来了 他大叫一声 沈旭随即护载一般 冲过来 挽住沈旭的手臂 防备地盯着我 这是我的孪生妹妹 李贤月 沈旭仍旧阴森森地盯着我 你以前怎么没告诉我你有个妹妹 李婉星慌忙解释 我妹一直在国外读书 今天才回来哦 沈旭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不知道信没信 只是他魔鬼一般的注视 让我眼皮狂跳 胆战心惊 谁知他话锋一转右说 那我们得请妹妹吃顿饭 不用了 我推脱的话还未说出口 李婉星已经替我拒绝了 我爸妈叫他赶紧回家 没时间 是这样吗 沈旭黑眸沉沉地望着我 我太了解他了 物字攥紧了手掌 压下心底的惊慌 尽量让自己的语调保持平稳 是我得先回家 真可惜 沈旭叹了一句 李贤月 你快点走吧 李婉星疯狂用眼神示意我 我僵硬地挪动着脚步 关上门那刻 迅疾冲向电梯 谁知电梯一直处于忙碌状态 余光贴剑 沈旭也出来了 我忙转换方向 朝楼梯口走去 身后却传来 他冷冰冰的声音 电梯下来了 不坐吗 妹妹 他可以咬中了妹妹二字 我的动作被迫停止 僵硬地回头 就看见沈旭侧着身子朝向我 双手插兜 漫不经心地笑着 他混不吝的眼神告诉我 他可能什么都知道了 我深吸一口气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自然一笑 我刚才等了很久 电梯都没下来 所以才想走楼梯的 沈旭恍然大悟 做出邀请的手势 哦 那一起走吧 好 我机械地走进电梯 沈旭跟着进来 按了负三楼的键 我则是按了一楼 电梯下去的时间 也就一两分钟 我却度秒如年 狭小的空间内 沈旭的气息笼罩 令人恐惧的同时 也让我作呕 强烈的直觉告诉我 沈旭可能知道了 我掐紧手指 在电梯抵达一楼时 拔腿想逃 却在快要冲出去的瞬间 肩膀被人按住 朝后一掀 后背重重摔在了墙地上 疼得我倒吸一口冷气 我装作李婉星的样子 怒瞪他一眼 你有病吧 不好意思 沈旭扬了扬他骨节分明的手掌 清润的黑毛里 尽显无辜 只是想告诉你 我有车可以送你 你马 是想要送我 去死吧 短短几秒钟 我内心已经翻来覆去 把他骂了个遍 就连他的八辈子祖宗 都没能幸免 面上更是怒不可遏 神经和小姨子保持距离 是最基本的道德要求 海教授活了那么多年 都吃屎去了吗 我一边揉着撞腾的肩膀 一边骂骂咧咧地走出电梯 李婉星就是这副性子 我行我素 但凡惹他不痛快了 不论时间 不管场合 破口大骂是常规操作 我以前觉得他低素质 今天看来极致地痛快 我待在沈旭身边时 战战兢兢 谨小慎微 大气都不敢出 像狗一样没有人权 没有拒绝的权力 要顺着他 配合他 满足他一切无理的要求 若是逆了他的心意 就会想方设法折磨我 清水煮青蛙 一点一点击破我的防线 让我精神崩溃 起初我对他的真面目有所察觉时 连夜逃到了隔壁城市 微信上提出分手 拉黑他所有联系方式 手机把卡关机 我以为这样就可以结束掉我们的关系 可是他居然发动我们所有共同的朋友找我 口口声声说他惹了我生气 我是因为稚气出走 怕我有生命危险 朋友找到我时 我还感动了一把 庆幸自己认识的人都很可靠 谁知他们背着我通知了审讯 他冒着大雨而来 浑身都被淋湿了 可看我的眼神里 却带着失而复得的惊喜 朋友委婉地提醒我 别闹太过 我拼命想要揭穿他的禽兽一面 却活像一个小丑 在舞台上手舞足蹈 却无人理会 最终 我被沈旭带了回去 他关上门 用粗力的指腹描摹着我的脸 轻声道 阿兴 我很爱你 别做出挑战我底线的事 否则我会把你缝制成玩偶 让你永远留在我身边 他说的话让我胆寒 我曾经以为沈旭是救赎我的天使 谁知道是送我下地狱的恶魔 我厌恶他 也厌恶阿兴这个名字没人记得 我叫李贤月 过去的一幕幕在我脑海里飞速闪现 冲出居民楼的那刻 温暖的阳光笼罩着我 我伸出手 望着蔚蓝的天空 自有仿佛触手可得 回来了 都回来了 我的名字 我的人生 这些以后 都由我做主了 我被我爸妈一通电话叫了回去 脚刚踏进去 还没换鞋 重重的一巴掌 就扇在了我脸上 这一巴掌蓄足了力气 扇得我头脑发懵 耳鸣不止 喉咙里有腥田味冲上来 我缓缓抬头去看 那个打我耳光的人是我爸 他面色铁青 李贤月 我让你把男朋友让给你姐姐 不是让你换回身份 你是不是还记恨着 当年你姐顶替你出国留学的事 想要借此报复她 真是搞笑 既想要男朋友 又想要高学历 我就是那个任人索取的大冤种 我眼下眼底的恨意 冷静道 爸 沈旭是什么身份 大学教授 他会接受换女朋友这种荒唐的事吗 怎么不会 我爸气得胸膛起伏 他不是傻子 二本和海归知道该怎么选 他不是傻子 是疯子 我扯唇笑了笑 嘲笑我爸 愚蠢又天真 我说李婉星已经和沈旭睡了 如果再澄清 只怕谁也捞不着他听到这话 坐在沙发上势不关己的 李婉星蹭地起身 我爸面露震惊 难以置信 似乎没想到他捧在手心上的女儿 为了得到一个男人 会这么急不可耐 我无视他们正愣的表情 忍着痛换血回屋 拿出医药箱 准备给我的脸消逸消肿 李婉星靠着门边 巨傲的双手抱胸开始笑 我真没用 我没在家和你争宠 你都还没赢得爸妈的偏袒 我吃笑你的人生里 只有争风吃醋这种事了你 李婉星噎了下 眼底是不服气 沈旭和我说她要和我结婚了 我眸光闪了闪 沈旭曾经是提过几次 她想和我领证结婚的事 只是她家里人看不上我的出身 沈旭安慰我 我们有爱就够了 结婚证只是一张纸 可有可无罢了 不知为何 她如今就是重提 可这都已然和我毫无关系 两人最好是快点结婚 关系捆绑得紧密一点 我说那你可得演得真一点 千万别被她识破了身份 李婉星洋洋自得 那当然演戏我最在行 这样啊 我就放心了 沈旭定了包间 邀请我们一家去吃中午饭 李婉星打扮得花枝招展 一见到沈旭就迫不及待地扑入她怀中 开始撒娇 沈旭宠溺地揉了揉她的头 问 阿兴 你怎么变得粘人了 她说这话时 目光落在了我身上 我咽了口唾液 握了握拳 不断告诫自己要镇定 我现在是李贤月 李婉星毫无察觉 轻松手指攀附在她的肩膀 反问 你不喜欢吗 喜欢 沈旭诞生答应扒了开她 起身迎向我爸妈 礼貌问候完 他们这才看向我 这就是阿兴的妹妹李贤月 不愧是孪生姐妹 像得我都快分不出来了 很奇妙不是吗 我和李婉星这对孪生姐妹相差无几 不说话的时候 两人面对面 简直就像是在照镜子 假扮起对方来更是易如反掌 很多时候看着开朗的李婉星 我都有种错觉 我只是她的影子而已 我爸妈脸色有意 甘笑两声 阿月一直在国外上学 前两天才回来 嗯 那我们的共同话题应该蛮多的 沈旭如是说 顿时几道痴人的目光 奇奇落到我身上 尤其是李婉星 我沉了口气 哼了声 多个屁 别拿你色眯眯的眼睛盯着我 像个色狼 李贤月怎么说话的 我爸斥责我 我妈打圆场好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阿月是什么性子 就不要和他计较了 实则是怕我破坏了这次聚餐 一行人坐下来商谈婚事 沈旭出手阔绰 彩礼一百万 还要把他名下的一套房 一辆车寄到我的名下 并且婚礼全包 不用我加出一分钱 这顿饭吃的是宾煮尽欢 李婉星嘴巴都快撬到天上去了 去洗手间时 他酸鸡鸡道 没想到沈旭还挺爱你的 那么舍得往你身上砸钱 随即他又欢喜起来 不过现在这些东西都是我的了 嗯 是你的 沈旭还要带李婉星出去约会 我妈怕我坏了好事 期间一直牢牢地盯着我 等沈旭和李婉星开车离开 他慈爱的面容冷淡下去 你姐姐替你出国读书 你不费吹灰之力得了个高学历 你要是还想着破坏他的幸福的话 那你可真就是白眼狼了 语气里充满了嫌弃和警告 我很奇怪 同样是他的女儿 为什么心就能这么天呢 其他双胞胎出生时间可能只相隔一分钟或是一小时 我和李婉星却例外 中间差了十几个小时 天生 我乃思想老套 认为顺产的娃更聪明些 坚决不让我妈剖 妇产那十几个小时 我妈遭受了人生中最惨烈的折磨 比起李婉星的顺顺当当 我的磨磨蹭蹭 让她坚定认为 我是来讨债的 是来迫害她的 所以她待我一直冷淡 小时候连抱我一下都不肯 我垂下头 洋装语气低落 我知道了 看我这般 我妈破天荒地软了语气 乐乐 不是妈难为你 只是你真的配不上审序 隔壁黄阿姨家的侄子就挺好 虽然是农村出身 但人家吃苦耐劳 你和她结婚后一起打拼 我和你爸帮你们一把 这日子过起来还是一样巴士 她的这番话 我越听越觉得心寒 耐心见识 等下一辆出租车到时 我抬手招了招 上车时 我听到她暴躁的埋怨 你这孩子 一点都不会换位思考 我闭上眼 头靠在后座上 没关系 在等到事情尘埃落定时 我就彻底解放了我和李婉星 换回身份的第二天 她又没回家 毫无意外 她又和沈旭在外面过夜了 晚上看书时 微信提示音接连响起 打开一看 是李婉星发来的 许多照片都和她和沈旭的 只微微扫了眼 我就生理性厌恶 冲进浴室里抱着马桶 大吐特吐 李婉星的性格和我是两个极端 她怎么可能发现不了 唯一的解释就是 审讯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如此契合的人 舍不得放手了 想通这点我更绝恶心 李婉星接连给我发了十几张才作罢 最后还有个挑衅的表情包 脑子进水了吧 我心底大骂 一件清除了所有聊天记录 她觉得我会嫉妒 会发疯 但是我只感觉反胃 在国外放浪行孩的李婉星 刚好配饰号独特的沈旭 简直就是天作之合 第三天 李婉星带着沈旭回家吃早饭 经过爱情滋润的女人就是不一样 脸色红润 吃饭期间 沈旭对李婉星嘘寒问暖 她想起身盛饭都被她阻止了 自然地接过她的碗说 我来吧 我妈瞪了一眼李婉星 说像话吗 你让沈旭一个大学教授伺候 你让她学生知道还怎么立威 李婉星吐了吐舌头 无视我妈的怒斥 沈旭散淡的目光 从我身上划过浅笑 我对阿兴一向如此 说得我心底恶寒 鸡皮疙瘩抖落了一地 饭后 我妈想让我洗碗 可是为了避免和沈旭有更多的接触 我直接逃进了房间 反锁门 沈旭一直待在我家 她的气息蔓延至每一个角落 沉浸其中 我差点溺斃 我悄悄抓住李婉星 询问 你把她带回家干什么 不怕事情败露吗 她瞟了我一眼 难受了 那也得给我忍着 我一直注意着外面的动静 等到两人回房后 我才赶出来洗澡 但没想到就几分钟的功夫 外面居然还站了一个大活人 沈旭丽在阳台外在抽烟 一点星红在黑暗中明明灭灭 看得我心惊胆战 她漆黑的双眼更是带光 听见我开门 转过身来看我 暗灭烟头 扔进垃圾桶里 迈步朝我走来 阿星这几天玩得开心吗 我心头一颤 解释我是李贤月 她轻笑 仿佛是在嘲笑我的无知 你真觉得 我会连自己的女朋友都认不出来吗 我自然不期望 只是心中抱着微墨的侥幸 沈旭喜欢的是这张脸 而不是我这个人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继续装傻 沈旭神情阴沉下来 这几天 我配合你玩这种无聊的游戏 是为了逗你开心 但你不会真的想把我让给别人吧 这话我没办法回答 闭了闭眼 退后一步 拒绝她的靠近 再次重申 沈先生 我是李贤月 你认错人了 说吧 把腿就跑 叶峰拂过耳畔 也将沈旭的话清晰带了过来 我会抓住你的破绽的 过了周末 沈旭就要回去上班 她是华清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的老师 当初我会认识她 就是因为我被数值分析这门课程的论文 折磨得死去活来 然后在网上找枪手沈旭找了过来 我添加她的联系方式后 本想花点钱 让她给我一手包办 谁知道 她竟然手把手耐心地教我写论文 后来我这论文高分通过 为了感谢沈旭的救命之恩 我请她吃了顿饭 一来二去我俩熟悉起来 她是大学老师 我是学生 对她有一种天然的崇拜和敬仰 她还一心想要辅导我考研究生 还是她所任教的大学 她曾提议我选她当导师 我婉拒了 现在想来 沈旭这个提议 根本就是想把我放在眼皮子底下 仅仅是我大肆和她谈恋爱的第一个月 她的控制欲和毁灭欲出现 不准我穿过于暴露的衣服 不准我和其他男生走近 任何行程都要向她汇报 她要确保我在她的掌控范围内 最开始我受不了抗议 她温柔地抱住我说 宝宝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 怕你遇到危险 如此反复上演了好几次我追她 逃我插翅南飞的戏码 可我一点也不觉得浪漫 我试图寻找外援 可经过上次我离家出走的时候 没有人愿意相信我的话 更不可能报警 她对我的人生安全没有造成威胁 她的社会评价很好 说她是个精神病控制狂 谁会信 顶多是觉得我不使好歹罢了 次数多了 我学乖了 在霞凤里艰难求生 除去那该死的控制欲和暴力因子 审恤的确是个好男人 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 也不和其他女人暧昧 会把你宠成生活不能自理的奶娃娃 李婉星就喜欢这种征服高质量男性 两个都是神经病 我打了个寒颤 就在这时 李婉星猛地推开我房间的门 急匆匆地走了进来 我心头一跳 下意识地问 你干嘛 李婉星将一张机票摔在床上 说今天沈旭上班 你赶紧走 我匪夷所思 李婉星瞪我一眼 让你滚你就滚 等我和沈旭结婚以后 你再回来 我大开眼界 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替人着想的小仙女 瞬间我对她的怨愤全部清空 剩下的是满满的感激 胸腔内那颗跳动的心脏 差点冲出嗓子眼 激动之下 我几番失语 最后颤颤巍巍地去握她的手 说出了人生第一句肺腑之言 答应我 你一定要幸福 李婉星猝了下眉 不解其意 我却不管她做何感想 拿上早就收拾好的行李 冲出家门 直奔机场 直 到坐上去往香港的飞机 我都不敢相信 就这么轻而易举逃脱了魔爪 李婉星以身似虎 这种大无畏英雄牺牲的精神 真是让我无比感动 值得铭记一生 到了香港 我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买了一张新的手机卡 我很久之前 就在筹谋逃跑的事 用闺蜜的名字 提早办了张银行卡 这些年 我兼职写小说的 钱都在里面 我找了家酒店住下 然后翻出 尘封在备忘录里的 那个号码拨了出去 经过漫长的等待 终于接通了 喂 是宋雨昕的哥哥吗 你是 那边传来的声音 微微沙哑 沈旭是我男朋友 这句话 比任何解释的威力都要大 四日 远在国外的宋雨昂 出现在我面前 她一身寒气 风尘 朴俊荣上 还带了几分疲惫 我开门见山问她 你了解你妹妹真正的死因吗 她皱眉不解 雨昕她是抑郁症跳楼的不是吗 你想得太简单了 我看着她不满困惑的脸 不由对宋雨昕 多了几分同情 当年宋家父母离婚 哥哥宋雨昂和母亲去了国外 妹妹宋雨昕 则是随父亲留在国内 父亲另取对 宋雨昕基本是不闻不问的状态 可是宋雨昂一年也会飞回来几次陪伴妹妹 就在那个快要大学毕业的夏天 宋雨昕遇到了一生之爱沈旭 宋雨昂回来时 宋雨昕带着男朋友去机场接人 很骄傲地把他男朋友介绍给了他哥 这是我男朋友沈旭 他可是大学教授哦 沈旭风度翩翩 礼仪到位 对宋雨昕也是关怀备至 以他这个当哥哥还有细心体贴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后 宋雨昂放心将妹妹交给了他 后来因为一些原因 宋雨昂滞留国外 久久没能回国 沈旭也是从这时候开始 对宋雨昕开始了为期两年的精神控制 大学毕业后 他没有上班 没有社交 只围着沈旭船 还要接受他的洗脑 最终崩溃 抑郁 跳楼自杀 他的日记本里记录了这些痛苦 当初我发现日记本时 我歇斯底里 难以接受 宋雨不紧不慢 众人皆知 是宋雨昕重度抑郁自杀 你能把我怎么样呢 我崩溃地摊坐在地 在我绝望的眼神中 宋雨慢悠悠点了把火 把日记本烧成灰烬 我看着他高大的背影 脑海里闪过一句话 地狱空荡荡 恶魔在人间 他缓缓蹲下身 捧起我的脸 语速缓慢 语气真挚 宝宝对宋雨昕 我谈不上多喜欢 但我对你是真爱 只要你乖乖的 要星星要月亮都依你 真爱我不信 我天生反骨 性格坚韧 能屈能伸 沈旭不肯放弃我 就是因为我抗躁 想留着慢慢玩罢了 他享受驯服的过程 听完我的讲述 宋雨晗并未立即表态 我要考虑考虑 再决定能否相信你 话落 起身离开 我忐忑不安 等待宋雨晗的答复 我想要的不仅仅是从沈旭身边逃离 还有彻底剔除掉所有潜在危险 沈旭已经害的一个无辜女孩丧命 我也深受其害 得把她送进去 最好是能够关到死 可是沈旭如此完美 如此优秀 她病态扭曲的一面不为人知 单凭我一个人 无疑是以卵基石 宋雨晗就是最好的助力 经过一夜的漫长等待 她答应我了 我在香港停留了十天 宋雨晗结束掉这里的工作后 和我一起回去 这次回家我并没有告诉任何人 宋雨晗需要近身调查审讯的情况 可即便我小心再小心 还是发生了意外 撞见了审讯的兄弟 彼时 我戴着墨镜和口罩 整个人裹得严严实实的 单凭一个背影 就把我认出来了 她兄弟号称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当然这个本领只针对女人 在沈旭准备办婚礼的酒店里 她看到我了 冲着我喊嫂子 我没理她 裹紧了大衣 加快步伐离开 她不依不饶 冲远处慢悠悠走来的沈旭叫嚷 哥哥 我看到了嫂子 她在那里 紧接着我和沈旭撞了个正着 撞进了她的怀里 她兄弟气喘吁吁地跑过来问我 嫂子 你跑那么快干哈 我又不会吃人 你不会 沈旭会 我挣扎 沈旭却紧紧地搂住我 在我耳边轻雨 阿兴 我抓住你了 沈旭抱住我的头 压向她的胸膛 不给我任何逃脱的机会 对她兄弟说 你先回去 我要和你嫂子交流交流感情 她挤出一抹暧昧地笑 我懂 潇洒离开 沈旭保持抱住我的姿态 把我带进了她的房间里 然后抓下我的墨镜和口罩 我狼狈地摔在地上 警惕地看着她 沈旭 你不要乱来 沈旭翩翩而立 我一直在等你坦白 可你都没把握住机会 宝贝 我是不会在手下留情了 我内心打鼓 怕沈旭一个想不开 就把我嘎了 你想干什么 宋玉涵就在这附近办事 我被沈旭抓到的时候就按了紧急键 她或许已经收到通知了 希望能及时赶到救我于水火 你说呢 她缓缓朝我走来 取下黑色手套 露出她修长的食指 浑身散发出邪恶的气息 她说 你姐姐在国外那些年 见多识广 和她在一起 的确很快乐 不过我更喜欢你 让一个含蓄的人变得狂辣 那才会有成就感 那都是被她逼的 眼看着她就要靠近我 我默默取下了手上的戒指 按开关 露出尖锐部分 打算和她拼个你死我活 与其被这头禽兽侮辱 还不如来个同归于尽更痛快 就在我做好准备之际 宋玉涵破门而入 一脚踹在了沈絮脸上 她竟然被踹出机密之远 我想起了宋玉涵是恋家子的 她将我从地上拽起 伸脚在她身上狠狠踢了几下 动 我女朋友不想活了 沈絮擦干净嘴角的血丝 她是我女朋友李婉兴 她叫李贤月 宋玉涵不嫌不淡地提醒 沈絮目光悠悠地盯着我 眼神冷冽至极 所以你们两姐妹是有病 专门互换身份耍着人玩 我不想和她解释 警察很快就来了 将我们带到警局做笔录 沈絮坚称我是她女朋友 男欢女爱 你请我愿 拿出了我和她的合照 甚至还隐隐把我和宋玉涵的关系往私情的方向引 直到李婉兴来不分青红皂白 把火气全撒在了我身上 李贤月 从小你抢我的东西也就罢了 现在连我男朋友也不放过吗 我无语 明明是沈絮想对我不轨 负责调解问话的小姐姐 表情逐渐古怪起来 李婉兴很紧张去看沈絮 而那边沈絮也从黄祸中回过神 仔细观察一阵 才猛然回神 将她搂入怀中 抱歉 我眼拙 把小月认成了你 闻言 李婉兴大大的松了口气 这场闹剧最终以误会收场 我扯了扯宋玉涵的衣摆 她瞄懂 带着我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她说 沈絮不会轻易放过你 你这段时间 先搬来和我住 我汉手答应 风刮在脸上很冷 我和宋玉涵漫无边际地走着 很久很久 我才问她 你这段时间查到什么了吗 很干净 沈絮的背景很干净 她做事真的是滴水不漏 婚期将至 沈絮没有再找过我 李婉兴沉浸在 即将步入婚姻的喜悦中 不是在拍婚纱照 就是去看婚礼的布置情况 有那么几秒钟 我真觉得 她是期待幸福的小女孩 天真无邪 我试着提醒她 沈絮不简单 她白了我一眼 说 你不用在这里挑拨离间 这段时间 我和沈絮相处得很好 我简直服了 历声道 李婉兴 你真的以为沈絮是蠢货 不会发现自己的女朋友换人了吗 我意在提醒她 沈絮并非善累 谁知她脑回路清奇 是啊 沈絮发现我不是你 但还是没有揭穿我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她更满意我警告过了 有人火急火燎地奔赴地狱 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婚礼那天 我爸亲手将李婉兴的手递到沈絮手上 他们向稳的那刻 所有人都在欢呼 认为这是一桩美事 我没去参加婚礼 宋玉涵只远远地看了一眼 回来后喝得鸣鼎大醉 她说 如果雨昕还活着 那我也会牵着她的手 把她交到另外一个人手上 可惜没有 如果有什么办法能让沈絮遭到报应 目前为止毫无头绪 因为她干干净净地 没有犯罪 这样的人往往最可怕 像一颗定时炸弹一般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爆炸了 我被宋玉涵送到了她朋友那里 她则是留下继续监视 偶然登微博账号 我发现有一个没有头像的私密账号 发了很多信息给我 超级多的照片 李婉星睡觉时的侧颜 我爸妈的背影 没有直言片语 却让我遍体生寒 她在无声地威胁我 如果我不回去 她就会对我爸妈下手 怎么办 我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 即便他们对我不好 但也是生我养我的父母 我打电话过去提醒他们 我爸却说 李贤月 你不要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 你姐姐她已经怀孕了 速度真快 他们真的对即将到来危险一无所知 我放下手机闭眼算了 任由事态自由发展 至少我现在是安全的 我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直到某天凌晨 我的电话几乎被人打爆 迷迷糊糊睁眼看到手机震动 那频率高得吓人 都快跳起来了 我怕是宋玉涵有急事接了电话 喂 李贤月 我要换回来 我把审讯还给你 我要换回来 她凄厉地尖叫 将我从朦胧睡意中下醒 我皱眉 你疯了吧 又不是菜市场买菜 想换就换 再说了 我本来就是李贤月好不容易抢回来的人生 为什么还要傻乎乎地重蹈覆辙 你这个自私自利的家伙 她在那边骂我 我察觉事情有些不对劲 询问你怎么了 她还没来得及说话 回应我的就是沉闷的拳头声 以及她的闷哼 下一秒 手机落在了地上 质量真好 我还听得见那边的声音 李婉星忍痛大叫 沈旭 你不能打我 我怀了你的孩子 回答她的是沈旭 如同恶魔的声音 只是个胚胎 我眼皮猛地一跳 感受到了她的可怕之处 李婉星到底踩到了沈旭的什么雷 会被打得这么惨 她也是个奇葩 有时间打电话埋怨我没时间报个警 我想帮她报个警 很不巧 手机没电关机了 我揉了揉脸 立马充电 给我爸妈打了个电话 他们一听到李婉星正在被暴力对待 立马往那边而去 最后一通电话 我打给了宋玉涵 即便是赶去及时 李婉星还是被打到流产住院了 而沈旭则是被带去喝茶了 我选了最近的航班 回家去医院 我妈迎头就要送我一巴掌 这次我却灵活地躲开了 她灰空整个人往前一扑 差点跌倒 因此她更加生气 李贤月 你是不是故意害你姐姐的 不是 我冷冷地看着她 她气糊涂了 要是你嫁给了沈旭 她会遭这些罪吗 我妈还真是颠倒因果的一把好手 如果真的要论一个是非的话 如果当初李婉星没有顶替我的名字出国 我不会遇到沈旭 如果李婉星没有固执地想要得到沈旭 她不会变成这样 如果李婉星将我的劝告听进去 及时止损 一切悲剧都可避免 于情于理 我都已经人至意尽 最后受到伤害了 天天还要将一切责任归咎于我 我懒得和他们掰扯 还是尽快起诉离婚吧 家暴是可以判刑的 李婉星很惨 估计这辈子都不会有生育的可能 她躺在床上浑身抽搐着 疼得要命 等我妈走后 我单独问她 你到底做了什么 让沈旭这样打你 她艰难地抬起手指责我 都是你 是你把我害得这么惨 我醋眉 力声打断 我问你 你究竟做了什么 提高音量后 把她吓得狠狠哆嗦了下 身体颤抖得更厉害 这才开口 我发现了她藏在硬盘里的视频 她虐待一个女孩 还有我 我和她那个的视频都被录像了 另外一个女孩一定是宋雨昕了 只要找到了那些视频 就可以证明宋雨昕的死 并非抑郁自杀那么简单 我难掩激动 迫不及待地想要去找宋雨昂 把这些事情告诉她 胜利再忘了 我一定可以达成所愿 将沈旭送进去 我要亲手除掉这个恶魔 可我刚出医院 还没来得及通知她 就被几个黑衣人蒙住眼睛 强行拽进了一辆黑车里 熟悉的气息笼罩过来 沈旭阴寒的声音响在耳畔 终于等到你了 我的宝贝 我浑身一阵惊恐出声 沈旭 是我呀 沈旭缓缓说 除了我谁还会念着你呢 你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出来了 你说呢 她搬过我的身子 让我正视她 我现在的脸色一定是惨白的 连嘴巴都无法合拢 颤抖着 她捧起我的脸 轻轻说 不管你是李婉星还是李贤月 我都只认可你一个人 当我妻子 真的很会自作多情 沈旭 别这样 我害怕 我快哭出来了 她温声安抚我 别担心 我是不会伤害你的 身体上可能不会伤害 但往往心灵的折磨更加可怕 我强自镇定 你究竟想怎么样和我离开这里 我们双宿双飞 我还想和她周旋 让她不要轻举妄动 可是沈旭压根就没给我这个机会 往我头上套了个黑口袋 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黑暗中 我钻紧了脖子上的项链 宋玉涵公司研究的黑科技 可以实时定位 一定要快点来救我呀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头上的黑口袋被取下 我放眼一望 人在天台 围墙很矮 稍不注意就会掉下去 沈旭捏着我的脸 迫使我四处看了一圈 说 你在查宋雨昕的事吗 她当初就是死在这里 只不过她不是自杀 而是被我推下去的 宋雨昕死在一个深夜 这里是烂尾楼 四周没有监控 意外的 我心底深处的恐惧被驱逐了 莫名镇定下来 我问她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她 宋雨昕是那么好的一个女孩 她的恋爱日记 从遇到沈旭时开始记录 从最初的怦然心动 到最后的心如死灰 因为她和你一样 想从我身边逃离 沈旭淡淡道 原来如此 任谁识破了她的真实面目 都会想要逃跑 她继续说 宋雨昕没有亲戚在国内 所以她孤立无援 不像你 还有个双胞胎姐妹 摆了我一道 你说你的父母 你的姐姐对你这样不好 我是唯一爱你的人 你为什么还要反抗我呢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这一刻 我真的是无所畏惧了 爱我的人只有我自己 我拆穿她的虚情假意 你只是个精神控制狂罢了 沈旭愉悦地笑了 果然你是最了解我的人 玄疾她面色猙獰 那我们一起去死吧 她拽着我步步朝天台边靠近 身体差异也好 力量悬殊也罢 我终究拗不过沈旭 被她拽向死亡的边缘 最后一秒 我承认我怂了 沈旭 我蹲下身 扒拉住她的裤腿 我爱你 我爱你 我们找个地方重新来过好不好 真的别那么极端 活着不好吗 我真的快哭了 谁想无端把命搭上啊 这一刻 我终于感受到了宋雨昕面对死亡时的那种无助 她孤立无援 该有多难受啊 沈旭顿住 抬起我的脸 惊喜地问 你真这么想 是的 我小鸡灼米般点头 活着活着 我们才有可能 不是吗 沈旭 我也很爱你的 她病病地看了我一段时间 而后道 可是你的爱太廉价了 你的爱会消散于恐惧 不像我对你那么坚定 生死相随 很遗憾 我无法和变态正确对话 早知道 我就不该回来了 李婉星是死是活关我屁事啊 可现在后悔 已经太迟了 我就这样 被沈旭一步一步 拖着走向深渊 直到抵达天台边缘时 我不知道哪里生出来的勇气 只起身往她大腿上 狠狠咬了一口 然后将戒指的尖刺 戳进她的肉里 沈旭疼得抱腿单脚跳 我趁此机会 推开她往安全地带跑去 她做事就要追上来 天台空空荡荡 只有零星碎石和砖头 慌乱间 我踢到异物扑在地上 疼得我起不了身 眼看着沈旭离我越来越近 我不管不顾 抓起身边的东西 可竟儿朝她扔过去 她像个丧尸 不知疼痛 不知疲倦 不躲不避 双眼绝住了我 就朝我这边踉跄而来 直到将我抓住 成功咬死我 我狼狈不堪 手脚并用地往楼梯的方向跑去 嘴里大叫着 宋玉涵 救命啊 原本只是奢望 可没想到宋玉涵真的在下一秒奇迹般出现 她的身后 还有我亲爱的人民警察和消防员叔叔 那一刹那 我热泪盈眶 可是没等宋玉涵救我 沈旭先一步抓住我的双腿 急速往外拖去 李贤月 我们一起去死吧 靠边站 人生很美好 我可不想给一个恶魔陪葬 也许是求生意志强盛 一瞬间 我爆发出巨大的潜力 双手在水泥地上胡乱抓着 手指抠出了血 指甲在地面上磨蹭 发出的声音刺耳又可不 像是催命的钟声 可还是拗不过它 绝望铺天盖地湮灭了 我瞧我年纪轻轻 还未真正为自己活过一次 生命就要在这里画上句号了吗 我闭上眼 准备迎接死亡的时候 有人抓住了我的手腕 把我用力往回拽 我睁眼 是宋玉涵 别怕 他说下一秒 砰的一声 桎梏住我双腿的力气陡然消失 子弹穿透神絮的肩胛骨 他的身体腾空向后倒去 而我的双腿已经到了天台的边缘 还差一点点就悬空了 我浑身发软 一点力气都使不上来 宋玉涵费了好一番力气 才把我拖回去 我缓缓起身 整个人大汗淋漓 冷风却在耳边咆哮 宋玉涵将我压入他的怀中 一下一下地拍着我的肩膀说 没事了 沈旭落在地上 人还没死 浑身抽搐着 嘴里吐出血沫子 双眼瞪得老大 一直往我这边瞅 似乎有什么话想对我说 宋玉涵却是蒙住了我的眼睛 没让我看到那惨不忍睹的画面 他在原地逗留了几秒 和他的妹妹做最后的告别 沈旭死在了宋玉涵丧命的地方 他泉下有之 也可以明目了吧 此后 我将沈旭的真面目公之于众 即便是死了 我也要让他背负骂名 死不安宁 他的爸爸妈妈哭闹 认为是我在抹黑他们的儿子 直到相关部门公布真相 沈旭彻底被捶死 至于李婉星 经此一世后变得有些精神失常 时常发颠 我爸妈依旧将此怪到我身上 不过都没关系了 我把存有我一半积蓄的银行卡放在茶几上 这里面有三十万 算是买断我们之间的亲情 我妈不可思议 你不打算给我和你爸养老 不打算管你姐姐了 文言我忍不住笑了 我妈到现在还把我当成冤大头 指着我给她养老送终 接手李婉星的下半生吗 不了 我起身拉上行李箱准备走人 我妈坐到地上抱住箱子开始撒泼 天杀的我辛辛苦苦抚养长大的女儿居然不管我了 这还有天理吗 妈 你这样继续纠缠下去可没意思了 她不听我的话 破口大骂 既然喜欢这个箱子 送给她便是 我松开手 独自走出门外 宋玉涵看到我手中空无一物 还有些惊讶 什么都没带 我笑着摇头 气我去折 昨日之日不可留 乱我心折 今日之日多烦忧 宋玉涵也笑了 眉眼舒展开来 打开副驾驶的门 那走吧 李贤月小姐 我坐上车 偏头看向车窗外 熟悉的风景迅速倒退 在我视线里化为一片虚影 我要和这里的一切说永别了 我要去拥抱自己的人生了 好了 这个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 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爸爸把家产平均分成了两份 一份给我 一份给弟弟 谁知道 弟弟却打上门来 咒骂我爸众女青男 不得好死 他逼死我爸 还把我告上法庭 周一早上的例会才开到一半 我就接到了我妈韩芷梅的电话 她在电话那头哭得声嘶力竭 软软 你赶紧回来一趟 你弟弟要把家砸了 我匆匆结束了例会 赶紧回家 还没踏进家门 就听见我弟唐泽嚣张的怒吼声 响彻整个楼道 从老底子到现在 家产都是给儿子的 哪有份给女儿的 一个老不死的病糊涂了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你宁可把财产给外人都不给我 周围的邻居都在探头探脑 就没有一个出来帮忙的 我快步冲进家里 就看见唐泽正搬着一把椅子 举过头顶 坐时要朝着坐在轮椅上的爸砸过去 死老头 你把不把家产全给我 我爸抿着嘴不说话 韩指梅哭着求他依了唐泽 我什么也没说 上前就拽住椅子腿 一脚朝着唐泽的腰窝踹了过去 椅子到了我的手里 唐泽却惨叫一声 被踹到了墙上 我的肾 我的腰 妈刚才还跪在地上 一脸柔弱的寒指梅 立刻跳了起来 飞一样地扑过去抱着唐泽 我的心肝肉 你没事吧 沈梅被踹坏 你可是唐家的命根子 将来咱们家传宗接代 可就全靠你了 唐泽瞥了我一眼 突然眼珠子滚了 继续直接躺在了地上 捂着腰子打滚 妈 唐软把我的腰子踹坏了 他要赔我 让他把所有的家产都赔给我 再给我五十万 否则我就不去医院 让我死了算了 我死了 你们唐家就绝后了 我没好气地说 你想死就去死吧 你死了 让爸妈再生一个 我给掏钱养 唐泽一听 立刻号得更起劲了 没天理了 那家的姐姐不帮衬着弟弟 还想着抢弟弟家产的良心胸 不得好死 要下地狱的呀 我爸早已经不忍直视 捏着拳头 半天说不出一个字 我早就习惯了 唐泽三天两头 为了家产的事情 来家里闹的 双手还凶 看着他耍猴戏 只有韩芷梅 一向来重男轻女 最偏心的就是这个他拼死生下来的儿子 看不得唐泽受一丁点委屈 赶紧冲着我吼道 唐阮 你就先答应你弟弟 有什么话等他看了病再说 我翻了个白眼 把椅子丢到了一边 咚 一声俱响 椅子直接在地上散成了一堆破木头 韩芷梅和唐泽同时被吓得正住 瞪大了眼睛望着我 弯腰捡了一根凳子腿 一步一步朝着他们走过去 韩芷梅不敢说话了 唐泽也不敢嚷嚷了 两个人瞪大了眼睛盯着我 唐阮 你 你想干什么 一字腿在我掌心啪啪拍了几下 我勾了勾唇脚 居高临下俯瞰着唐泽姐姐教训弟弟 你说 我想干什么 我从小到大都不是个脾气好的人 我打唐泽是从小打到大的 唐泽很清楚 我不会手软 他远睁着眼睛瞪了我手上的椅子腿半天 终于一咕噜爬了起来 跟个肉扇似的窜到了门口 离开之前还跳着脚 在门口指着我叫骂 唐阮 你个泼妇 活该你三十岁了 还嫁不出去没人要的老女人 我拎着椅子腿追了出去 她吓得直接从楼梯上滚了下去 这回真的被救护车拉走了 韩芷梅哭着上了救护车 走之前还没忘骂我两句赔钱货 我可不在意这些 我有房有车 还有个全国排名第一的保镖公司 世界上有这么好的赔钱货的吗 只可惜 韩芷梅从来不知道 我也没跟她讲 怕她薅我羊毛 填补我弟弟 毕竟这种事从小到大 也不止一两次了 从我捡垃圾卖纸壳的钱 到我高考状元拿到的奖金 无一例外 我蹲在客厅里把那对破木头重新装成椅子 我爸就坐在轮椅上看着 我爸是六年前瘫的 那个时候还在创业初期 唐泽整天就知道在外面花天酒地 整夜不回家 韩芷梅是个食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小姐 除了哭和偏心 什么都不会 我白天要雇着公司 中午回一趟家 给我爸做饭换尿不湿 晚上加完班 还要给他擦身按摩 半年整整瘦了二十四斤 我爸看在眼里 也记在心里 因而在一年后修改了遗嘱 把原本全部留给唐泽的家产 分给了我一半 之后五年 不管唐泽怎么闹怎么撒泼 我把他心硬如铁 认准了全家 只有我这个女儿是靠得住的 为了这事 他跟韩芷梅也常常吵架 韩芷梅这么快回家 我是没想到的 按照唐泽的性子 好不容易进一趟医院 不把韩芷梅折腾得心力交瘁 然后跑我这里哭诉 是不可能的 他在我这儿 基本操作就是一哭二闹三要钱 我不太想理他 站起来就要走 爸 我上班时间出来的 再不走就要扣钱了 我爸催促着我快走 韩芷梅却不依不饶地拽着我的胳膊 你等等 我有话跟你说 我看了看手腕上的表 最多十分钟 另外 要钱没有 韩芷梅的脸色难看了几分 张嘴就教训我 你开口闭口 就是钱掉进钱眼里吗 也不知道 掉进钱眼里的人 到底是谁 他见我不反驳 仿佛有一种踩着我痛脚的爽快 这才心满意足地继续 对着我和我爸说 阿泽他 这么三天两头来闹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要不就依了他的意思 把家产都给他算了 我们也买个清净 这话说得好听 我倒是不反对 我没意见 韩芷梅眼底浮现一抹灿烂的喜色 我知道你是最心疼爸妈的 就见我突然拿了笔和纸拍在两老面前的茶几上 那就写个证明吧 韩芷梅的声音戛然而止 犹疑不定地盯着我 问 你这是干什么 我挺直了几辆 平静地说 爸妈要是想把所有的财产都给堂责 我没有意见 但是你们要写一个证明 以后你们的养老问题全部交给唐泽 爸的护理费 医药费 包括后面的良肠手术费用 全部由唐泽承担 我一分钱不出 话还没说完 韩芷梅不可置信地尖叫着打断我 唐阮 你怎么能这么没良心 我和你爸辛辛苦苦 把你养那么大 你现在说不养了就不养了 你他的脑袋四处乱转 终于从墙角抓过了一把条肘 想要朝着我抽过来 你这个白眼狼 养你不如养条狗 我拽过条肘 双手用力握住 屈膝一顶手腕粗的条肘杆子 一分为二 断成两截 对上我锐利的视线 韩芷梅瞬间眉声了 我随手把条肘扔到一边 冷冷地说 家产 给儿子养老 看病找女儿 我不答应 就骂我白眼狼 你们从小到大给我几口饭吃 当年你们为了生二胎 不给我上户口 把我丢到舅舅家 让我挨饿受冻 受尽白眼 我上户口的罚金 使我捡垃圾 卖瓶子卖废纸 一毛一毛船的 不然我初中都没得念 我爸大约是想到了 早些年对我的不公平 羞愧地低下头 拽了韩芷梅一把 冲着我说 你上班去吧 这件事不用提了 可韩芷梅却一脸理所当然 谁说不要提了 我生了你了 我十月怀胎 辛辛苦苦把你生下来 这个恩你怎么报 我冷笑着和他算 现在带孕一个孩子 也就二三十万 你这些年从我这里拿了 已经不止五十万了 我早就不欠你了 手表发出嘀嘀的响声 十分钟到了 我留下捂着胸口 一副气得快要窒息的 寒纸眉扬长而去 刚下楼 手机上就收到了 我爸的一条微信 软软 别听你妈乱说 遗嘱不变 家产一定有你一半 她要是再闹 我就和她离婚 我看了一眼没回 那天之后 我以为 唐泽能消停 十天半个月 谁知道她竟然 趁着我去外地出差的时间 带着韩芷梅 闯进我市中心的家 搬空了我家里所有东西 不单单是家具 保险柜 就连锅碗瓢盆 和天花板上的吊灯 她都拆走了 我气笑了 难为她替我搬家了 反正这套房子 我也早就想换了 但是唐泽这一次的举动 让我产生了疑惑 结合上次碰此想 额我五十万的事 我怀疑她的财务状况 出了问题 果然 我找人一查 送上来的报告 触目惊心 唐泽在一百二十七个大小平台 借了共计四百多万的贷款 就凭她一个月五 零零零块不到的工资 她就是打工到二 四百年都还不起 这比例滚利的欠款 怪不得她那么着急 逼着问我爸 提前要遗产 一计不成 又窜多寒纸煤搬空了我的公寓 过来帮忙的合伙人 秦昭问我打算怎么办 我翻了个白眼 谁欠的钱 谁自己去还 我就不幸 那些催债的 赶来我们公司闹 我们公司几百号人 光是退伍的 和各种武术冠军就上百个了 除非催债的不要命了 秦昭无奈地说 我说你的公寓 我叹了口气 先放着吧 我一边说 一边给唐泽发了个短信 限他三天内把我的房子复原 否则我就报警了 没一会儿 唐泽的电话就过来了 我大概知道他不会说什么好话 顺手关了机 我在抬头时 发现秦昭正定并看着我 目光深暗不明 我被他看得心里发毛 下意识问 你干嘛 秦昭摸了摸耳垂 避开了我的视线 低着头看着我的斜肩问 你这里都成这样了 不如住我那里吧 反正我那里地方大 我点了点头 答应了 我和秦昭认识六年 他是我的学长 也是我第一任的投资人 我们相互扶持着 走过那么多年 终于把保镖公司做到了全国第一的位置 但是秦昭这人看似温柔 实际上是非常有洁癖的人 不管是生理上的还是心理上的 比如说他不允许别人去他家 这还是我手下一个员工告诉我的 之后我也从来没有提过相关的要求 因此 在跟着秦昭第一次走进他位于市中心400平的大平层时 我就知道我草率了 我没忍住 拎着秦昭的耳朵 指着他空旷的大平层中央孤零零的那张床 这就是你说的你家很大 的确很大 400平 只是秦昭把所有的房间都打通成了一个房间 秦昭被我拎着耳朵 也不生气 只笑嘻嘻地说 你睡床 我睡沙发 反正就住没几天 公司边上的酒店最少一 000多一碗呢 省点钱 吃点好的 我被秦昭说服了 从小苦过的孩子总是舍不得 太奢侈 第二天上班 我坐得秦昭的车 但为了不让公司的员工看到 猜测我们的关系 我还是先下了车 并且让他十五分钟之后再出现 刚到了公司楼下 两个女人突然冲了上来 拦住了我 糖卵开口的那个年轻女人带着肚子 是我的弟媳王源 她拽着寒纸眉 气势汹汹地瞪着我 一副恨不得吃了我的样子 我就不明白了 搬空我家的明明是她老公 她还恨上我了 有事吗 我问 王源指着我恶狠狠地骂道 糖卵 你抢了你弟弟的家产 现在还要诬陷他坐牢 你要不要脸 我冷笑着反问 诬陷偷偷进了我家 搬空我的公寓 我诬陷他了 王源一脸理所当然 姐姐挣来的都是给弟弟的 阿泽去拿自己的东西 怎么叫偷你这个姐姐 怎么当得小气成这样 呸 白眼狼 我无所谓地笑了一声 这话唐泽被判刑的时候 你找法官说去吧 看人家听不听你 王源把泼妇的姿态演了个十足时 挺着肚子就要冲上来撕我 你敢诅咒你弟弟 看我不撕烂你的破嘴 我会怕一个孕妇 可想到的是 秦昭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冲了出来 挡在了我的面前 他那张英俊至极的脸上 被王源的指甲 抓破了几道口子 我不知怎么 心里费力突然烧了起来 冲上去拽着王源的头发啪啪 给了他两个耳光 你的鸡爪子往哪扒了 这么帅得连你也敢下手破相了 你赔得起吗 王源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 被打得哇哇直叫 救命吗 快救我呀 韩芷梅可盼着王源肚子里的儿子 立刻就冲上来和我撕打 滚开 你这个赔钱货 我怎么会生了你这么个杂种 连自己的弟媳都不放过 秦昭立刻把我往后拽 免得我被封了一样的韩芷梅伤着 韩芷梅则被赶来的保安拦住 秦昭看了眼周围为满的人 低声对我说 先走吧 这里还有别的公司的人 闹大了不好 他牵着我的手就要带我回去 韩芷梅却突然挣脱了 按着他的保安 扑通一下跪在了我的面前 咚咚咚 用力朝着地上猛磕了几个头 他高声哭着 软软 我求求你 放过你弟弟 我求你了 你妈给你磕头了 那一声 你妈给你磕头了 响彻整个大厅 仿佛一根根地刺扎进我的心底里 说不难过是假的 有些感情压在心底 嘴上不说 平时不去想 可到了这种时候 也不可能不痛的 周围的人都是议论纷纷 他们或眼神鄙夷 或指着我窃窃私语 还有的拿出手机拍视频 想也知道 大概都以为 我是个让亲妈下跪的不孝女 秦昭在一旁看得直皱眉 一边把我往人群外面带 一边低声对我说 你先进去这里 我来解决 你千万不要冲动 他也清楚 即便是我一个能打十个 遇上这种家长里短的事情 也很难解决 可我拒绝了他的好意 秦昭还想劝我 我只是笑了笑 看着地上还在帮帮磕头的寒指眉说 学长 对待这种不要脸的疯子 你只能比他更加不要脸 更加疯 这种事不适合你这样的老实人做 我扯着秦昭的领带 凑近他耳边说了几句话 秦昭点点头 那你自己小心 走之前 他还是不放心地让员工护着我 之后的半个小时 寒指眉闹得更凶了 他把头磕破了之后就再也不磕了 就那么一连血地跪在那里 又哭又叫 细数着自己对我有多好 从我刚出生的时候给我喂奶开始 一直讲到上个礼拜给我煮了个鸡蛋当做饭 大厦的管理员满头汗地赶来 客客气气地请我想办法把寒指眉弄走 再闹下去对您公司不好 我们也很难做 我笑着说 他们俩不是任何一家公司的员工 你可以让保安把他们赶出去 管理员看了看满头是写的寒指眉 再看看一旁挺着大肚子叫骂的王源 抹了把汗 继续求我 我只是冷眼看着 表示我也没办法 直到秦昭推着我爸的轮椅出现 我爸一出现 我妈就傻了 伸手指着我就骂 唐软 你爸都贪了 你还要把他弄到这里来 你的心到底有多狠呢 我没理他 直接对着我爸说 把我妈弄回去 否则我要是被老板开了 我就只能在家啃老了 我爸立刻拽住了汗指眉的胳膊 一只手扯着他 一只手操纵轮椅 臭老太婆 跟我回去 你还嫌自己不够丢人现眼吗 汗指眉用力甩开了我爸的手 红着眼睛瞪着他质问 姓唐的 你就真的不管你儿子了吗 女儿有什么用 女儿再好 早晚也是要嫁出去的 她现在是对你不错 可以后 等他成家立业生了孩子了 他哪里有空管你 到时候还不是要靠儿子王源再接再厉 挺着肚子走到我爸面前 爸 我这次回乡下找人看了 我这一胎是个男孩 我爸的眼里像是闪过了一束光 他虽然不说话 可心里大概也在动摇 我提醒他一句 爸 我帝王赌欠了多少钱吗 四百万赌狗的坑 可是多少钱都填不满的 韩指眉和王源的脸色双双一变 韩指眉几乎是嘶吼着朝我冲过来 唐阮 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 敢这么造谣你弟弟 我和你拼了 秦昭赶紧拦在我的跟前 他是见识过韩指眉的战斗力的 这一次却仍旧选择了维护我 别动他 果然 秦昭一推 韩指眉就倒在了地上 他哀悠叫唤着说自己手脚断了 是我和秦昭推的 秦昭愣住 他这样的大少爷 显然是这辈子都没遇到过这样的脱皮无赖 第一反应就是要报警 我阻止了秦昭 反而对着我爸问道 爸 这样的老婆 你还要吗 他这么给你丢脸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吧 我爸看了一眼周围的无数双盯着他的眼睛 脸上一阵青一阵白 他最要面子了 怎么能忍 果然 他扯了一把韩指眉 冲着他怒吼道 韩指眉 你给我起来 再闹我们离婚 韩指眉 这人脾气急 最会的就是撒泼 这种情况下一定会同意 果然 他插着腰从地上跳起来 指着我爸的鼻子尖叫 离就离 我忍你这个老灯很久了 早不想过了 我不忘在边上加把柴 边上就是民政局 是 我已经受够了这样的家庭 留着不如差了 至少还能清静不少 韩指眉怒气冲冲 我爸也憋着一把火 两人就这么去了民政局 我赶紧找公司的律师 给两人拟了一份离婚协议和赡养方案 给坐在民政局里排队的两人送了过去 我到的时候 消失了好几天的唐泽 也来了 应该是王源把人叫过来的 夫妻俩躲在角落里 不知道商量什么坏主意呢 过了一会儿 唐泽才趾高气扬地朝着我走来 冲着我嚷嚷说 我妈和我爸离婚 离婚后 财产一人一半 我管我妈 你管你爸 没问题吧 我点头 让他把赡养协议签了 顺便一起公正 韩指眉顺利和我爸离了婚 两人把婚后财产一份 王指眉竟到手一套房 一辆车还有十来万的现金 总共够唐子还债了 还有剩的 韩指眉当即就把这些东西 都塞给了唐泽 唐泽洗的一把抱住了韩指眉 亲了他一口 妈 您可真是我的亲妈 还是您对我好 我保证给您养老 给您生一个大胖子 小子 韩指眉高兴得跟个什么似的 我却推着我爸走了 我爸并没有把剩下的一半家产给我 而是捏在自己的手里 说是要等着将来过世前再给我 不跟他计较这些 我只是在想 唐泽的目标绝对不会只是 韩指眉手中的那一半家产就够了的 他能同意他爹妈离婚 只不过是为了先哄着他妈手里的 然后再想办法弄老头的 我当然不会给他这个机会 把我爸送回家后 当即就去了派出所报案 唐泽被抓进去了 因为视频证据 加上我保留了当时的装修清单 所有的票据一应俱全 损失自然也能算得出来 唐泽进去之后 至少要判个七八年报完警做完笔录 我直接关机 带着我爸国外做手术去了 这一去就是大半年 等再回来的时候 我竟然在家里又见到了唐泽 他一百八十斤的体重 瘦了不少 脸上也满是瘀青 一见我就咬牙切齿地冲上来 唐卵 你这个臭婊子 你害得妈都去坐牢了 你还敢回来 他扬起蒲扇大的手 就要朝着我脸上扇过来 我退后几步避开 同时也眼尖地看到了他少了根小拇指 果然一日是毒狗 一辈子都是毒狗 我提醒他妈是替你去坐牢的 不是我 唐泽却跳了起来 更加理所当然地反驳我 如果不是你报警 我妈怎么会去认罪 又怎么会被判了八年 妈的 害得老子也被关了六个月 当时的视频是有很多人 除了韩芷梅和唐泽 还有几个工人 大概最后是韩芷梅担了主要责任 其余人虽然也判了刑 但是都不重 不过算算日子 唐泽这事刚出来没几个月 就堵得输了一根手指 我算是猜到了 他今天是来干什么的了 和我想的一样 唐泽梅跟我继续掰着韩芷梅的事 上来就直截了当地质问我 我爸呢 你把他藏哪里去了 我告诉他 我带我爸去德国做了个手术 他现在还在德国休养 唐泽听了瞬间就跳了起来 德国 唐软 你骗鬼呢 老唐的家产还没到你手里吧 你就是个一月三 五百的小职员 你有钱给他去德国做手术 我在心里叹了口气 唐泽这种人 永远把钱放在亲情的前面 不信就算了 从我家滚出去 唐泽面目猙獰地反驳我 你家这是我爸的房子 我爸的遗产 最少也有我的一半 狗屁 你的房子该滚 也是你滚 老子被你害的房子 没了 老婆带着儿子跑了 你还敢跟老子横 我冷横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 会把责任推给别人 房子是你自己赌没的 老婆孩子也是被你赌没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 再说了 当初赡养责任书上 有遗产分配条款 瞪大你的狗眼回去看清楚了 你的家产早就给你了 属于我的我就是全部捐给国家 也不会给你一个子 唐泽干脆就破罐子破摔一下 躺平在了沙发上 赖着不走 反正老子现在没地方住了 老子就要住这儿 你有本事弄死我算了 我在餐桌前坐下来 给底下的员工小夏发了个短信 让他带人过来帮个忙 大概就十来分钟半 开着的门就被人推开了 带着人进来的却是秦昭 他带着十几个公司的员工进来了 这些人一个个都是战绩卓绝的金牌保镖 平均身高一米九 挤进这个小房子 屋子里瞬间光线都暗了不少 不过其中还是要数秦昭的那张脸 最勾人 大半年不见 他变得更加刚毅好看了 你怎么来了 秦昭笑 怎么回来了 不告诉我 现在家里有事 也不让我知道了 我还没说话 在沙发上葛优 躺得躺则就不淡定了 他咔一下坐起来 抱着枕头 冲着秦昭一群人嚷嚷 我警告你们呢 打人犯法的 我报警 你们信不信让你们都去坐牢 如果他没有说完 就色力内忍地缩进沙发里的话 我还真的就信了 秦昭转头低声对我说 回头给你换个新沙发 然后吩咐抬出去手底下的十几个保镖上前 连人带沙发 直接给抬了起来 扛在肩膀上 唐泽就这么盘腿坐在沙发上 脑袋时不时地还碰到天花板 只能缩着脖子低头看着下面快有两米高的地面 他从小就恐高 可不敢跳 只能大喊大叫 趴在沙发上 系得团团转 放我下来 你们放我下来 我不走 不是绝对不会走的 我要等我爸回来 我冷眼看着他消失 声音又从楼道里传上来 糖卵家产都是我的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你一个子都别想要 这才是他的真实想法 秦昭突然牵住我的手 别听这种傻逼狗叫 我陪你去买个新沙发 你爸也快回来了 秦昭的掌心很暖 像是有个小太阳 一如既往地温暖着我 笑了 好 我休完假回公司安排工作 这一周忙得团团转 每天只有半个小时 给我爸打电话 询问德国的状况 其余时间都挂在工作上 突然有一天晚上 我和秦昭刚应付完客户 秦昭笑着问我 我家近 要不今天住我那里 还是老规矩 你睡床 我睡沙发 我带了点醉意 正考虑着 要不要和秦昭顺水推舟 把事情坐实了 反正他有这个心思 我也有这个想法 都是老大不小的成年人了 搞点黄色怎么了 就在我想欲据还迎 顺水推舟 干柴烈火 生你熟饭的时候 手机响了 我把一根手指按在秦昭的唇扮上 等我两分钟 可刚接起电话 电话那头就传来了德国医院那边焦急的声音 唐小姐 不好了 您的父亲带着护工偷偷回国了 我握紧了手机 努力让狂跳的心平复下来 脑子里却一团乱麻 就像是一颗原子弹爆炸 升起蘑菇云之后 只有一片废墟 我终于忍无可忍地爆发 偷偷回国了 你们逗我呢 他一个六十多的瘫痪老头 在语言不通的国外 他能自己回国 德国医院那边也非常无奈 您父亲找了当地一个华人中介 是那个华人中介冒充您父亲的侄子把人带走的 我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唐泽 韩芷梅手里的家产权给唐泽还了赌债 除此之外 他还把当时结婚时爹妈给他买的那套房子也输掉了 现在怕是又欠了不少 不然也不会这急忙慌开始打这边的主意 我挂了电话 冲着秦昭说 你先回去吧 我要去处理点事 秦昭却是一把拽住我 你打电话的时候 我已经通知航空公司的朋友 替我查了你爸的信息 他的飞机现在还在天上 德国到这里至少十几个小时 你现在去机场守着也没用 我犹豫了一下 还是足无措 软软 你想哭就哭出来吧 我低头看着他 突然却扯出了一个无力的笑容 伸手摸了摸秦昭的脸 摸到的却是自己掉下的眼泪 秦昭 我哽咽着 我爸是因为唐泽死的 我没有爸爸了 我的难过是真的 但是我的恨也是真的 我恨唐泽 也恨我爸 我对秦昭说 秦昭 其实我知道 我爸就是想骗我给他养老 他临死前 还是会把所有的家产 都留给唐泽的 这家人的根坏了那会儿 因为我对他好 他就真的 把家产留给我 不留给唐泽 只是这一点 我爸藏得太深 以至于寒纸眉不知道 唐泽也不知道 只是这一点 我爸藏得太深 以至于寒纸眉不知道 唐泽也不知道 他怕我看出来 然后就不管他了 他也知道 唐泽没办法给他养老 只有我能 他装得太好了 以为自己还能活很久 所以他现有的遗嘱上面写的是把家产全部留给我 我笑了起来 眼泪却更加凶狠地砸下来 秦昭 我什么都知道 我什么都打算好了 就算是我爸没有因为这次飞机失事 我也打算一层一层拔下他的话皮 然后让唐泽亲手弄死他 我就是个坏女人啊 秦昭没有说话 他只是眼神复杂地看着我 我知道 他喜欢的是我十几年如一日地照顾我为他赴四 不去计较小时候 他重男轻女对我的忽视和伤害 他觉得我是个善良的 可是我从来就不是啊 我要他一半的家产 还要他死在自己儿子的手上 现在也勉强算吧 我爸的葬礼是我置办的 唐泽没有来 他去找航空公司赔偿去了 发誓要坑个几百万回来 我在抖音上还天天能够看见他哭得气不成声的那张脸 和一群人一起拉着横幅又哭又闹 我没管 只是把几件衣服归拢一下 埋在老家的山上 再立个坟包 家里的亲戚听说 我连白事都不办 纷纷指责我不孝顺 甚至还有几个七大姑八大姨到我面前说我爸遗产的事情 唐泽毕竟是你家的独生子 你妈进去了 你爸没了 将来你只能靠你弟弟了 不然你还能靠谁呢 你毕竟是姐姐 当姐姐的怎么能霸占着家产不给弟弟 你这也太没有良心了 你这样在我们村是要嫁不出去的 谁敢你这样冷心冷肺的 这些话听听就过去了 反正我也不打算回来了 给我爸买完衣冠家的当天下午我就走了 临走的时候 王源却拦了我的车 他扒着车窗 语重心肠对我说 唐阮 你弟弟就是个畜生 猪狗不如 你千万不能把家产给他 他就个皮修 有多少钱吃多少 从来不会往外吐 只会不停地欠 我冷眼看着生完孩子后 老了十几岁的王源 他水桶一样粗的腰 和因为水肿而撑起的皮肤 都证明了他产后没有得到多少照顾 不管是在婆家还是在娘家 都过得不太好 我应了一声 我知道 说完就要让司机开车 王源赶紧爱了一声 着急忙慌 地直入主题 我有个弟弟正好比你小三岁 俗话说 女大三豹金砖 他不介意你年纪大 只要你别要彩礼 再把你的家产当陪嫁带过来 你别走 车子如离了闲的剑一般飞出去 而后王源的声音渐渐模糊了 他在骂我 骂我精明似鬼 是个没人要的老女人 一辈子都嫁不出去 活该将来孤独终老 显然 他的话还要更难听很多 可他也只能骂几句 然后继续他悲惨地作为娼鬼 却又甘之如頤的人生 几个月后 航空公司把我爸的赔偿金 打到了我的卡里 因为他刷我的卡买的机票 果然 第二天 唐泽就跑来找我来了 我没见他 他就赖在保镖公司门口不肯走 可第二天 唐泽没来之后 再也没有来过 后来还是小夏突然告诉我 秦哥好猛啊 他不知道对那个唐泽做了什么 那个唐泽一见他就跟老鼠见了猫一样 再也不敢来了 我有些诧异 毕竟我已经和秦昭好几个月没有见面了 他最近也不知道干嘛去了 反正自从那天之后 我再也没看见过唐泽 最近大概是被债主逼得走投无路了 他竟然把我告上了法庭 要跟我评分我爸的遗产和赔偿 还有我的公司 前两条我可以理解 但是后一条我没太看懂 我的公司和他有什么关系 公司的律师告诉我 唐泽提出我开公司的钱是我爸给的 所以公司的股份也属于我爸遗产的一部分 他理应要分走一半 他发什么梦 且不说 开公司的是我 这些年辛辛苦苦打工挣的 再者就算是我爸给的 也算赠予公司的股权结构书上签的是我唐卵的大名 我看着资料突然问律师 我觉得这场官司唐泽完全没有赢的可能性 我如果不用 你是不是能省一笔打官司的钱 律师知道我开玩笑的 但也还是笑着对我说 你放心 打官司的费用 秦昭批了 走公司账 毕竟唐泽想要公司的股份 这也算公事 秦昭是大股东 我就是个小股东 他定的是 我没意见 官司开庭 难得秦昭也在 这人躲了我这么久 结果这种时候又突然出现 还郑重其事地坐在第一排 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出神了一会儿的功夫 唐泽的律师已经提交了几项 关于唐泽和他父亲的聊天记录 记录上是上飞机的前几个小时 我爸终于对唐泽说了真话 他一直以来都是骗着我给他养老 将来他所有的遗产 都是要给唐泽的 我虽然知道 早就知道我爸的想法 可第一次看见这些记录 仍旧觉得胸口闷痛得难受 唐远方先生承认 他的所有遗产 都是属于唐泽先生的这些聊天记录 可以说明 且聊天记录的时间 就在唐远方先生过世的几个小时前 比唐阮小姐手中的遗嘱公证书要晚 所以我请求以我手中的这份口头遗嘱为准 请法院宣判 唐远方所有的遗产 包括唐远方先生交给唐阮小姐赞管的公司股份 都应该由唐泽先生继承 我的律师轻笑了一声 反问唐泽的律师 在我看来 这不过是微信上哄儿子的话 毕竟前面唐泽先生哭着对唐远方先生说 自己快要活不下去了 这种时候 哪怕是陌生人 也要出于道德而哄几句 更何况是自己养大的儿子 其实唐远方先生自始至终对外都是宣称要把遗产交给我方当事人 不论是加多的亲感 还是邻里邻居 甚至在唐远方先生自己注册的抖音上发布的 也都是他宣称 他是众女青男的好父亲 将来家产都要交给女儿的律师提交了一条抖音证据 是我爸在飞机起飞之前发的 时间要比唐泽的晚 他说我手里的所有财产都要给我女儿的 我们家就是这么众女青男 这条抖音收获了大概上百万的流量 虽然我知道我爸是为了钱财这么说的 但是我还是要感谢他的这句话作为视频遗嘱 证据完全保留了下来 唐泽的这场官司注定是要失败的 在发现遗产和公司都注定拿不到之后 律师改变了战略 想要帮唐泽分一半的赔偿金 终于 我拿出了那个我埋在心底十几年的秘密 一个谁也不知道的秘密 一份DNA鉴定 唐泽不是我爸亲生的 提交DNA鉴定的那一秒 唐泽直接从座位上跳了起来 冲过来就想要弄死我 这不是真的 唐软 你这个贱人 你不得好死 你他妈被之后的话实在是太难听 唐泽被法警扣了下来 就连最后的判决都是律师帮他听的 唐泽一分钱没有分到 还要承担我方的律师费 大概也就十几万 唐泽自然是拿不出来的 他也不可能给 然后唐泽就被列入了实信名单 那种在各个网贷平台贷款 拆东墙补西墙的事情 他再也没办法做了 不过那已经是后事了 我听完宣判 刚刚走出法院 秦昭就追了上来 晚上一起吃个饭吧 我想了想 还是点点头 这么多年 感情再做个朋友 总是可以的 更何况 我们俩的关系 还有一层大小股东的关系 都在个公司里 我又没有退股的打算 不可能永远这样躲着 对了 可我没想到的是 晚饭的时候 秦昭竟然会求婚 看着他单膝跪地 拿出戒指的瞬间 我有些懵圈 你这是什么意思 秦昭抬起头 一脸认真的看着我说 唐阮 你让我好好想清楚 我已经清楚了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 我都喜欢你 我只是喜欢你 而且这件事 我也不觉得你做错了 说实话 秦昭的话 并没有给我多大的触动 我总觉得 男人在想要一个女人的时候 是什么话都能说出来的 可你爹妈同意吗 你全家的亲戚同意吗 秦昭 我知道你家是挺好的 可能比我猜得还要好 但是我不想再受委屈了 秦昭立刻说我已经把他们全部搞定了 我一愣 就听见秦昭继续对我说 我这段时间不是故意躲着你 我去搞定我家里所有人了 我还让他们签了保证书 还有视频为证 你要的话 我全部给你 我知道你喜欢比较实际的 所以我让律师去修改了股权公司 我们两个一人一半 明天他应该就会找你签字了 还有我家里的公司 我也有股权的 我知道这个算婚前财产 但是我婚前给你一半 那也是你的婚前财产了 我所有东西都给你一半 我爸妈的爱也可以 他想了想又说 嗯 你小时候苦 要不还是全给你吧 他还跪着 我却有些不知所措了 我可以抵挡住 所有的甜言蜜语 因为那些冠冕堂皇的话 我爸不知道 对我说了多少了 但是如果是实际行动 秦昭说了半天 眼巴巴地看着我 像一只实力强大 却又小心翼翼的狗狗 软软 你愿意分走我的一半吗 我扑过去 紧紧抱住了他 因为力气太大 直接把他扑倒在了地上 一年之后 我再次听到 有关于唐泽的消息 是在我和秦昭结婚之前 小夏告诉我 唐泽其实自从官司打输了 又被列为老赖 走投无路 几次来找我过 都被秦昭挡回去了 秦昭怕影响我心情 就没让说 后面唐泽就不来了 前段时间 小夏从一个和唐泽是前同事的朋友那里 听说唐泽不知道被谁壮多要去缅北淘金 然后谁都没有他的消息了 至今已经大半年了 我听了只是笑笑 说我刚拿到清北大学的研究生入学通知 正好秦昭要在帝都开个分公司 我可能要去两年 小夏有些不解 三十岁的已婚清北研究生唐姐 你都那么有钱了 干嘛还要吃这个苦啊 小夏没有恶意 他只是不懂考上清北的研究生 那是我的梦想 曾经他唾手可得 却因为父母的一句话 生生被斩断了 如今 我凭借着自己的努力 再次续上这条路 我想走下去 一路坦途 光明再无阴霾 至于唐泽 每个人都应该为他的选择和贪婪付出代价 我现在已经有了爱我的家人 此生携手白头丸子 还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我妈一直用我的钱养她的儿子 直到她把我寄给爷爷的救命钱 拿去给她儿子买了房 爷爷因为没钱手术死了 我妈告诉我她会慢慢把钱还我 我把她的信用卡刷爆 我说你慢慢给银行还吧 后来我弟家妻离子散的时候 我妈哭着求我帮她 接到医院电话的时候 我正坐在前往老家的火车上 火车在山里穿行 信号差极了 我只听见电话对面传来模糊的声音 抢就不及时 已经去世了 我颤抖着手挂掉电话 我终究还是没能把爷爷救过来 也没能见她最后一面 昨天我妈给我打电话 说爷爷出了车祸 急需要钱救命 鉴于我妈以往的行为 我不放心地问了是哪个医院 并且打了电话过去确认 得到医院的肯定后 我火速去银行 把这几年工作攒下的钱 全部给他们打了过去 本来只要再存一年 我就能勉强凑够一套房子的首付 能在这个陌生的城市 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可那是家里唯一给我温暖的爷爷 钱可以再挣可爷爷只有一个 从银行回来 我就连夜搭上了回老家的火车 可我没想到我竟然还是晚了一步 明明当时医生说 只要动了手术 基本没有生命危险 怎么只有短短一天 爷爷就不在了呢 我到老家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的清晨了 从火车站直接打了车去医院 我赶到的时候 爷爷已经送进了太平间 我已经看不见他了 我冲进医生办公室 像个疯子一样质问我 爷爷怎么会死了呢 是不是你们出了医疗事故 眼泪黏着头发 忽了我一脸 我知道自己 现在看起来像个疯婆子 可我已经顾步得那么多了 医生劝我冷静 可我要怎么冷静 明明半年前 我还给爷爷打电话 说我马上就可以买房了 到时候就把他接去城里享福 他还笑着 说他给我攒了嫁妆 到时候要一起给我好好的 一个人转眼间 就冷冰冰地躺在那了 我赤红着眼 透过头发的间隙 瞪着医生 等着他给我一个解释 医生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 你爷爷根本就没有进手术室 所以不存在医疗事故 我如遭雷击 怎么会 我明明第一时间 就把钱给我妈打了过去 就算银行有延迟 也最多不过两小时 什么叫没有进手术室 医生看了我一眼 欲言又止地说 你妈说 你们家穷 拿不出那么多钱 所以放弃治疗了 不可能 我历生打断医生的话 但我心中 已经信了七八分 虽然我知道我妈经常匡骗我的钱 可我没想到她竟然为了钱 连爷爷的性命都不顾了 我一直以为他们只是对我冷血 没想到他们对爷爷也这样 我失魂落魄地回了家 走到门口的时候 正准备敲门的手遁住 门里传来爸爸的声音 来来来 多喝点 我们颜儿现在有房了 看谁还敢瞧不起她 我妈得意地冷哼一声 有了房 她还不得死心塌地跟我们颜儿 明年就能抱上大胖孙子了 早知道她身上有这么多钱 当初就不惦记爸爸身上那点钱了 我爸的声音有些低落 你爸也是老糊涂了 哪有给孙女攒嫁状 不给孙子的 攒了半天 我还以为有多少呢 结果就那么一点 我僵硬地站在原地 听着他们在里边说话 爷爷刚死 他们竟然在家里喝酒庆祝 而且他们怎么知道 爷爷给我攒了嫁妆 爷爷已经上了年纪 早就已经没了工作的能力 他的钱都是平时帮着别人 做点零碎活计攒下来的 我每次劝他 不要出去干了 他总是说我爸妈靠不住 还得他给我攒点嫁妆 免得以后嫁人了 去了婆家抬不起头 我托人给他烧了钱回去 他也不用 都说要给我留着 没想到就这样 竟然还被我爸妈惦记上了 然而是我弟弟 顾炎他们什么时候 给顾炎买了房 我在外面拼命地砸门 过了好一会儿 我妈才来给我开门 门一打开 我妈就双手插腰看着我 你跑回来干什么 我一把推开他 冲进屋里 桌子上摆着满满一桌子菜 还有一瓶刚开的好酒 爷爷刚走 你们竟然在家里喝酒 庆祝你们的良心 让狗吃了吗 我把一巴掌拍在桌子上 顾南 你怎么说 和父母说话 我直接一把掀了桌子 用比他还大的声音吼道 你这种白眼狼 凭什么当我父母 我爸被我吼得一愣 随即起身在家里 找东西 准备打我 以前都是这样 每次说不过 我就只能靠武力镇压 可我现在早就已经不是那个打不还手的小姑娘了 我直接进去厨房 拿了把菜刀握在手里 我爸看见我手里的菜刀一下耸了 我给你转的爷爷的救命钱呢 我转向我妈 朝着他伸出手 我妈眼神四处乱瞟 问我要干什么 你去问医院药啊 都给你爷爷用了 医院说你们根本没给爷爷交钱 我妈见我已经知道 反而理直气壮起来 走到一边的沙发坐下 钱我们已经用了 有本事你今天杀了我呀 说着 他仰起脖子 一脸挑衅地看着我 我气得手指颤抖 你们是不是把爷爷治病的钱 给顾严买房了 你爷爷年纪也大了 就算治了也活不了几年 不如给他大孙子做点贡献 我气得将刀狠狠插在桌子上 我真恨我的父母 为什么是这样的人 他们怎么会说出这么无耻的话 爷爷早年一个人把爸爸拉着大 妈妈生了我 他们嫌弃我是个女孩 动不动对我拳打脚踢 还要被顾严当丫鬟一样地使还 最后爷爷看不下去 才把我接到了他身边带着 好不容易 我马上就能把爷爷接到身边享福了 结果他们竟然把爷爷的救命钱给用了 我正和父母剑拔弩张的时候 门被打开了 顾严手上甩着一串钥匙 嘴上还哼着歌 看见房中情形 他愣了一下 张口 哟 小黑妞回来了 顾严从没叫过我姐姐 小学开始 他就一直叫我小黑妞 还到处宣扬 最后 学校的同学也跟着他这样叫 我看着他手上那串崭新的钥匙 那可是爷爷的救命钱换回来的 顾严 你睡在心房里都不怕爷爷晚上来找你吗 顾严转头呸呸呸了几声 你这晦气东西 我可是要为我们顾家传宗接代的 爷爷说不定还会感激我 我冷笑一声 他还不知道自己这辈子都不可能有孩子吧 我转身背上包离开 给爷爷操办了葬礼 父母全程只急着收钱 其他的事一律不管 我在外面工作几年 存的钱已经一分不剩 最开始那几年 我攒了点钱 被我妈骗去给顾严当财礼娶媳妇了 最近几年存的钱 现在又成了顾严的房子 我有些想笑 他们一家人就像吸血鬼 把我生下来就为了吸我的血 好养他们的儿子顾严 就是被他们惯得不学无数 高中都没上完就辍学了 全家人都觉得顾严是男孩 以后是要传宗接代的 但我知道顾严永远没这个机会了 顾严高中的时候和外面的混混打架 被人踢到了下面 当时是我送他去的医院 医生当时说他以后很难有小孩 我当时听到医生的话 当场就笑了出来 这可能就是自作孽不可活吧 爸妈当年生下我后 一直盼着有个儿子可以继承香火 结果到了顾严 这香火还是断了 我当时想让他们尝尝空欢喜一场的滋味 所以并没有告诉他们顾严不能生了 爷爷的葬礼举行完后 我看了看 假期也没剩几天了 可是我必须要拿回我的钱 第二天 我直接上门找上我妈 问她要我给爷爷的医药费 她一口咬死 医药费都已经给爷爷花掉了 我拿出医院的消费记录单放在桌子上 我妈被我问得哑口无言 最后只能安抚我 我和你爸挣了钱 到时候再慢慢还你弟的婚房 可不能脱了 我假装笑着说好 我妈以为我已经接受了这个现实 哼着哥去厨房做饭了 我溜进他们房间 找到了他们的信用卡 这才心满意足地离开 我拿着信用卡 把我之前转给他们的二十多万全都刷了出来 看到银行卡里的钱 我才安心下来 把回城的车票买好 我又回去了一趟 妈 我马上就要走了 你们别忘了慢慢还钱哦 我妈不耐烦地挥挥手 像驱赶什么脏东西一样 快走快走 有钱了就给你 他们有钱怎么可能给我 他们的每一分钱都是顾严的 还真当我是以前的小孩 一样好骗 我把信用卡拿出来放在桌上 可千万别忘了 不然银行会来找你们麻烦的 我妈看见信用卡瞪大了眼 你什么意思 我眨眨眼 你自己说要慢慢还的 就是提醒你们按时还款而已 说完在我妈的咒骂声中 我开门跑了出去 假象唯一的牵挂也已经没了 我想这个家 我以后是不会再回来了 回去之后 我换了手机号 彻底断绝了和家里的往来 努力工作 领导给我涨了一次工资 半年后 我就凑齐了首付的钱 在单位不远处 买了一个小套二 我总算是在这个城市 有了一个安身之所 每天除了工作就是给我的小家置办家具 可是很快我就接到了家乡派出所那边打来的电话 听完电话里警察说的 我恨不得拍手叫好 原来是我弟媳和我妈打架 竟然打得住进了医院 而顾言却偏帮她媳妇 我妈这时才想起了我 可她又联系不上我 这才找了警察报警说我失踪了 我妈一直觉得只有儿子才靠得住 从小到大 我听过的最多的话 就是女儿都是给别人家生的 现在她的儿子也成了别人家的 听说顾言她媳妇 把她拿捏得死死的 她媳妇家里还有两个弟弟 我们老家那边都是一个德性 重男轻女的严重 谁家里没个儿子 出去都抬不起头 在这种情况下 被生下来的女孩从出生起身上 就背负着高额的彩礼 所以很多人都不想娶本地的女孩 宁愿让自己儿子出去工作 看看能不能和外地女孩 正好看对眼的 顾言那个媳妇就正好是本地的 当时要的彩礼也很高 父母他们凑了钱之后还不够 就把主意打到了我的身上 我那会儿还没有防备 省吃俭用存下来的钱 就被他们骗走了 所以这次他们说 爷爷住院需要钱的时候 我会给医院打电话确认 可我万万没想到 他们有了钱 竟然都不救爷爷 顾言带着他媳妇住外面 经常还把丈母娘接过去住 反而是我妈他们很少去新房 我妈现在还要每个月还信用卡 她这么爱她儿子 这些都是她应得的 我一点都没有要回去看看的打算 我回去能干什么呢 无非是被当成吸血的工具 我才不会相信 我妈会因为我弟这样 对他就开始反省自己 之后几天我经常收到我妈打来的电话 我拒接 之后她就换各种不同的陌生号码 开始给我打 看见陌生号我就不敢接 严重影响了我日常的工作 我不得已又换了一个号码 总算是清静下来了 几个月后 我却在公司楼下看见了我妈 她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 就坐在我公司楼下的花坛边 手上还拿着我的一张照片 有人路过 她就上去问人家认不认识我 整栋大楼的人多多少少 平时坐电梯的时候也见过 很快 她身边就围起了一堆人 我一出现 就有人叫我的名字 我硬着头皮上前 我妈一看见 我就立刻扑了上来 跟我抱怨 顾言对她多么多么不好 和这儿媳一起虐待她周围的人 都在指指点点 我感觉我的脸已经烧了起来 我拉起我妈 抓着她的大包小包离开人群 这才有些崩溃地问她 你这么找到这里来的 今天这么一闹 我都不知道明天去公司的时候 我要多么射死 我妈得意地看着我 你递给我的 你递那个白眼狼 幸好我还有女儿 我看了她一眼 拿出五百块给她 赶快坐车回去 我也是白眼狼 说完我就转身打车 准备让她去车站回老家 我妈却一把拉住我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我养大你 我容易吗 她做事就要躺在地上耍无赖 我的太阳穴 都一凸一凸地开始跳动了 她究竟是怎么有脸 说出这种话的 当年要不是爷爷把我接走 我能不能活到这么大都不知道 现在儿子靠不住了 才想起我了 我就是这个家的大冤种吗 我是坚决不能带她回家的 要是让她知道 我买了 房纸会后患无穷 你闹吧 到时候我丢了工作 就陪你一起睡大街 她一听我不能挣钱了 立刻就从地上起来 我最大的作用就是学习好 能挣钱 要是连这个作用都没了 那她谁都靠不住了 她坚决不走 我只能给她安排了一家酒店 让她住着 同时给顾严的媳妇陈琳打电话 让她想办法把我妈弄回去 我和陈琳有着同样的遭遇 但她当年学习不好 所以高中毕业就工作了 因为离家近 所以她每个月的工资 都得按时上交给家里 她找顾严 也不是因为喜欢 只是想早点离开那个家 大概相同的遭遇 让我们有了点 惺惺相惜的情意 她曾经羡慕地说 要是我像你一样 当年好好学习 也许毕业后 就能逃离那个家 其实 哪有什么完全地逃离 哪怕如我一般冷血 依旧摆脱不了原生家庭 他们就像一出生 就长在我身体上的虫子 只要有血缘关系 我能逃到哪去呢 可是我又比她幸运 至少离家越远 就越能自由 果然 第二天 我妈就兴高采烈地 说她要回家了 我这才知道 原来陈琳怀孕了 我妈提着她的大包小包 脸上一点不见 昨天刚见我时的抱怨 我就说 儿子靠得住吧 我马上就能回去 抱大胖孙子了 我对她这变脸的速度 已经见怪不怪 哪怕顾炎对她再不好 她也能自己破自己 给她儿子找借口 她高兴地踏上回老家的火车 我的生活也终于恢复平静 虽然公司里还是会有人盯着我看 或是偷偷议论 可是这些异样的目光我从小经历到大 早就已经见怪不怪了 小时候 我妈因为我顶嘴 在大马路上抓着我扇我耳光 周围都是放学回家的同学和他们的家长 我第二天依然能若无其事地去上学 我妈因为我考试没考好 让我在家长会上跪在讲台上 第二天这事就在学校传遍了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更努力地学习 每次考试都考第一 不这么做我可能连上学的机会都会失去 这些年下来 我早就已经刀枪不入 脸皮厚的能赶上城墙 每次有什么丢人的事发生 我都会在心里告诉自己 没关系的 我迟早是要离开这个地方的 我依然笑着和同事打招呼 大家也不会故意到我面前来问昨天的事 大家都很忙 几天之后就没有人再讨论了 我妈回去之后就再也没了消息 我想起她走的时候说陈琳怀孕了 可我明明记得医生说 顾言很难有孩子 难道这么幸运 竟然真的有了 我不禁又开始担心起陈琳 我妈的第一反应是要回去抱孙子 她心里已经笃定 陈琳肚子里的孩子是男孩 若她没有生下男孩 那她的命运和她孩子的命运是什么样 我已经可以预知了 我给陈琳打过去电话 无人接听 家里消停了很久 大概都在忙着迎接那个即将出生的孩子 我也乐得清闲 没有人来打扰我的生活 有了自己的小家 生活质量提升了不少 我在工作上也更卖力了 既然原生家庭不好 那我可以努力让长大后的自己来弥补童年的不快乐 唯一的遗憾是我没能让爷爷见证我现在的生活 我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多姿多彩 等我再接到陈琳的电话 已经是一年后了 她生了个女孩 我妈抱孙子的愿望落了空 每天在家 对她横眉冷对的 我弟在她怀孕期间 竟然被她弟弟带着一起去嫖 结果被警察抓到了一次 被放出来后一点都没有悔改之意 现在孩子出生 也没有人帮忙带 全靠她一个人 我妈已经在催她生下一胎了 就像老家女人的宿命 母亲那一辈的女人是这样过来的 可她们明明受过了这样的苦 却又把这样的苦延续到自己的女儿身上 并且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 我劝陈琳先照顾好孩子 等孩子稍微再大一点了再做打算 毕竟现在孩子才刚刚出生 而且除了离婚 我想不出有什么其他的办法 很快 我妈又开始给我打电话了 原来是顾岩现在没了工作 整天游手好闲 陈琳又刚刚生完孩子 他们两人没了经济收入 孩子连奶粉都没钱买 我妈又把主意打到了我的身上 她电话里一点都不客气 你小侄女出生这么久 你也不回来看一眼 给她出个奶粉钱 该是你该做的吧 这理直气壮的要求 把我都逗笑了 这是顾岩的孩子 她没钱养了 让她去卖血啊 怎么 她只会找我吸血吗 我妈气得在电话上骂我 我直接挂断了电话 第二天我到公司的时候 经理看见我 问我怎么来了公司 我莫名其妙 最后才知道是我妈竟然给我请了假 也不知道她从哪拿到的公司的电话 我和经理解释了半天 最后才正常上班 等我下班出去的时候 老远就看见我妈在公司门口 腿上被厚厚的纱布包扎着 杵着拐棍等着我 这楼里的大部分人都知道 她是我妈了 我走过去 她就开始哭 说我是白眼狼 她腿断了 我都不掏医药费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表演 头一次见到父母找女儿碰瓷的 她哭诉了半天 看我无动于衷 这才停了下来 看看她就是这么冷血 我说了半天 她竟然都没点反应 我拿出手机 放出昨天她和我打电话的录音 电话里 她让我给侄女买奶粉 被我拒绝之后 对我破口大骂 那话要多难听 有多难听 这些城里的人 应该很少听到这么粗俗的话 一个个都皱起了眉头 反正我不在乎大家怎么看 我有一个怎样的母亲 她自己不觉得丢人 我也豁出去了 从我打算从老家离开的时候 我就没想过要结婚 朋友也少得可怜 我比任何都介意我的家庭 可偏偏这是我一出生就注定的 我觉得任何和我靠近的人都会被我的家庭 停缠上 我不想在我的爱人或朋友脸上看到嫌弃和失望的表情 所以 我这些年一直听说是跟陈琳的弟弟出去打麻将了 陈琳家的两个弟弟和顾炎也算臭味相投 都是被家里像宝贝一样浇灌出来的孩子 吃喝嫖赌样样精通 现在有了这姐夫 可不就和他们整日鬼混在了一起 陈琳刚生完孩子 家里也没人管他 我过去的时候 他正在床上 还要下来给我倒水 我赶快把他按回床上 让他好好休息 陈琳身形瘦小 所以奶水并不多 孩子一出生就需要喝奶粉 他旁边的孩子正安静地睡着 可我知道这孩子在家乡从出生 就是不被欢迎的女孩能平安长大 只是因为他们可以给家里干活 以后嫁人还能换来彩礼 陈琳显然也想到了这孩子以后的命运 他捂着脸不停地哭 说自己就不该生下这个孩子 可是孩子已经出生 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陈琳沉默了好久 才看着我坚定地说他要离婚 我没想到他竟然已经决定要离婚了 他让我帮他找律师 我答应下来 我联系了大学时在学校认识的 一个法律系的同学 家乡的律师 我实在信不过 我听了我的情况之后说 陈琳想要离婚可以 但是他想要带走孩子很难 他没有工作 也没有收入来源 甚至连房子都是我弟的 我给他说了 他却坚定地说孩子他可以带走 我立刻想到了我之前就怀疑的顾炎 不太可能有孩子 那这个孩子果然 我一问 陈琳犹豫了一会儿 说孩子不是顾炎的 但剩下的他不愿意多说 我也没有再问 顾炎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 只有我妈偶尔过来看看他和孩子 所以当陈琳提出离婚的时候 家里很震惊 我妈去陈琳家闹得不可开交 但陈琳坚持要离婚 开庭的那天 我妈一直在叮嘱律师说 不能让陈琳分到一分钱的财产 结果开庭之后才发现 顾炎名下根本就没有什么财产了 之前给他买的房子 他因为赌博已经抵押了出去 而他现在还不上钱 要债的人本来就在找他 我妈最开始担心的陈琳会分走财产 完全就是多余 这会儿顾炎没有负债就算是好的了 提到孩子的抚养权 我妈坐不住了 死活不愿意把孩子给陈琳 倒不是他们有多喜欢那个孩子 只是觉得自己掏了彩礼钱 总要留下个孩子 以后给顾炎再找个老婆 生个儿子 还能给弟弟换彩礼 我妈说孩子才刚出生没多久 她妈就急着离婚 心肠太恶毒 就算带着孩子也不会对孩子好 结果陈琳拿出的亲子鉴定 直接把我妈气得晕了过去 顾炎看见亲子鉴定的时候 就要站起来打陈琳 被他身边的律师按住 才暂且作罢 他指着陈琳骂得极为难听 陈琳也细数他 结婚之后出去吃喝嫖赌 样样不辣 有什么脸面指责自己 他怀孕期间 顾炎出去玩玩回来 还经常打他 法官看不下去 制止了他们才终于安静了下来 顾炎看着陈琳的眼神 恨不得杀了他 我妈已经被人救了过来 看着她费尽心力为我弟操办的婚礼 到头来人才两空 坐在位置上一直抹眼泪 陈琳顺利拿到了离婚证 也得到了孩子的抚养权 听说我妈每天都跑去他们家让退彩礼 不过这些跟她都没什么关系了 当年她父母拿了彩礼 钱一分都没给她 她嫁人之后就对她不管不问 她对那个家自然也没有留恋 最后一次见到我妈的时候 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说之前我弟欠的赌债 加上利息 把房子卖了都不够还的 要债的人说 再拿不出钱 就要我弟的手指剁了 我妈跪着求我帮帮她 你知道的 我最听爷爷的话 你还是让爷爷来给我说吧 我妈的脸色变了又变 她怎么让爷爷来给我说 除非她去阴曹地府告诉爷爷爷 她坐在地上哭闹不止 说着后悔的话 我给她亮出了我的银行卡余额 自从付了房子首付之后 我也没有钱了 正好这次让她断了找我要钱的心思 她一看我卡里竟然真的没有余额了 哭得更大声了 我给你在镇上寻个老实人彩礼 肯定能把你弟的钱还上 我妈觉得自己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忍不住已经笑了起来 我也笑了起来 我又不是傻子 我弟现在就是被要债的 打死我都不会眨一下眼睛 凭什么他欠债却要赔上我的后半生 好 你可一定要给我挑个好人 我妈见我答应下来 立刻喜笑颜开 忙从地上爬起来 说立刻就回去找媒婆 看看谁家的何事 我看着她走远 想到她明天失望的样子就想笑 我收拾了东西 带着陈琳踏上了去城里的火车 陈琳说她想跟着我去城里谋生 她现在还带着个女儿 家里肯定不能回 在镇上顾严肯定不能让她好过 也只能去城里了 虽然她没什么文化 但找个服务员之类的工作还是不难的 我让她暂时住在我家里 幸好当初买的是套二 倒也有一个房间 正好可以让她住 陈琳也很努力 知道自己已经没了退路 安顿好 就说自己要出去找工作 她人机灵 也会说些讨巧的话 不过两天就真被她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工作 是一份保姆的活 离我这里也不远 每天干完活 还能时不时回来照看一下孩子 一个月五 零零零的工资 虽然不高 但也已经比之前一分钱不挣好多了 之前的工作 我妈已经知道了 我怕她再找到公司来闹 所以和经理提了离职 经理多多少少也听说了一些我的事 他问我辞职原因的时候 我说因为个人家庭原因 怕之后给公司带来不好的影响 经理问我考不考虑去国外分公司待几年 公司刚开展了国外的项目 正是缺人手的时候 我知道经理也是好心 想要帮我一把 如果我去了国外 我妈他们肯定是找不到我了 这是能摆脱他们最好的办法 几年之后再回来 他们都估计要以为我已经死了 可是我有些犹豫 毕竟我的英语并不算很好 上大学之前在镇上的教育环境 我就顶多算是个哑巴英语 真要出国和别人交流 我还是有些心虚 经理笑笑 你是我看着成长起来的人 一生中能把握的机会可不多 我攥紧了手指 朝着经理居了一躬 谢谢您的信任 我去 我把房子留给了陈林柱 他说要给我每个月交房租 我也没放在心上 办完手续我就去了国外 刚开始到了陌生的环境 我还有些胆怯 但很快我就先从公司熟悉起来 国外的环境也让我不得不开口说起了英语 很快我就适应了这里的一切 陈林每个月都会给我把房租打到卡上 没想到他还当真了 他已经换了好几份工作 工资也越来越高 养活自己和女儿已经没有问题了 三年后我回国 陈林牵着女儿来接我 他已经看不出当年在镇上时的妇女样子 整个人透着干净清爽 女儿也打扮得像个小公主 他的女儿大概还不知道 他妈妈的决定改变了他的一生 若是陈林没有勇气离婚 走出那个小镇 他只会成为家里最不受待见的存在 听陈林说 顾炎已经多次因为偷窃被抓了进去 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惯犯 因为之前欠债 被那些要债的人剁了手指 他又借不掉赌博 更没有心情去好好工作 赌得没钱了 就只能出去偷东西 卖了换钱继续赌 家里的新房子 旧房子早就已经被他全卖了 现在一家人都在租房子住 我笑笑像在听着别人家的去世 毕竟他们终究还是要靠他们儿子的 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 我呆坐着三十块钱买的白色连衣裙 裙脚一大片污渍 在热火朝天的烧烤店里 像个凄凉的傻子 我的男友中了五百万彩票 尖叫和兴奋过后 他说出去接个电话 然后一去不回 一小时前 我和男友罗裕一起外出吃饭 这家店我馋很久了 店面装修明亮精致 大厨房透过巨大玻璃窗 一览无余 一个戴着头巾 个子高高的男生给我递了菜单 羊肉串来二十串 蜜枝五花来十串 我看看 还有简永四串 蒜香烤茄子 要烤嫩嫩的 两个奶香烤馒头 多刷酱 坐在对面的罗裕 扑吃笑出声 干嘛 我从菜单上方盯着他 全是肉 当心变胖 我刚要反驳 站在一旁的小哥 却嘀嘀笑了 语调懒洋洋的 你女朋友都饿得一脸菜色了 你还怕他变胖 罗裕瞬间 脸色难看了起来 这就是你的服务态度 当心我投诉你 他这人最心高气傲 讨厌别人讽刺他 我赶紧让小哥下去 略表歉意地 朝他笑了笑 但罗裕这话 确实让我不高兴 他刚过了法考 做律师助理 月薪三千 还要贴邮费 在律所还要体面吃穿上面 他不愿意低人一等 每天下午还要点咖啡 我的工资不低 但养两个人就很吃紧 他体面了 我就自然而然地菜色了 最近我经常拉着他买彩票 真的是穷怕了 用两块钱买未借 我看他正在看彩票的开奖直播 忍不住问他 如果你哪天真报复了 你会记得我对你的好吗 记得咱们一路走来的辛苦吗 他搂过我 在我脸上亲了一下 回答道 怎么可能 咱们可是说好要效服到婚纱的 我满意了 彩票直播也进入了选球环节 罗遇到饮料 翻看菜单 我漫不经心地瞟了几眼他的手机 愣住了 这四个球都中了 这可是前所未有的好运啊 四个球是几等奖来着 没等我脑子转过弯来 第五个红球也中了 我的心砰砰跳了起来 这不可能吧 我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 推了推罗遇 让他看屏幕 他明白发生什么事情后 一瞬间瞳孔紧缩 手里的可乐 洒到我身上都没发觉 第六个球也中了 最后一个篮球 我和罗遇对视了一眼 中了 全中了 我生理性的泪水不受控制地流淌 抱着他眼面痛苦 我们有钱了 我们真的报复了 能有钱结婚了 我可以每天吃肉 不用啃馒头了 呜呜 他也抱着我 拍着我的后背 激动万分 正当我手足无措的茶 怎么领奖时 罗遇电话响了 他示意要出去接个电话 我点点头 等我回过神来 发现很久了 他还没回来 电话打不通 发了十几条微信 他才回了一条 他说要紧急出差 还把和老板的聊天记录 发给我看了 我问他什么时候回来 没回 你确定你男朋友 不是中奖跑路了 我身后位置 忽然冒出一个人 趴在椅子上 歪头看着我 是头巾小哥 我吓一跳 下意识反驳 不可能 你别瞎说 他工作兴致就是这样 就是赶巧 小哥说 我觉得他这个人不行 以我男人的眼光 我深吸一口气 我今天的耐心要用完了 管好你自己 你谁呀 他微微一愣 表情有点古怪 但没接我的话 修长的胳膊 指着门外说道 小姐姐 靠男人 不如靠自己 他能中大奖 你也可以 对面就是彩票站 鬼使神差的 我竟然跟过去了 我打了一张票 薄薄的一张 他低下头 嘖嘖嘖 然后以数字不错的名义 直接让老板 把这串号码 打了一百住 我看着手里塞的一打紫票 脑袋突突跳 这么多 这家彩票站 不会你开的吧 他眯着眼笑了 他的眼睛 介于桃花眼和狐狸眼之间 多情狡黠 你才发现吗 我轮着拳头就上了 他不服 万一中了 我连买饮料都没中过 买一送衣 他摸了摸鼻头 那我请你吃饭 那家烧烤店也是我的 我果断收回了拳头 临走前 他找出一件工作服 换上吧 你那衣服沾了水 有点透 我有点脸红 擦了擦白裙子上的褐色污渍 这是我今年唯一买的一件新衣服 三十块 为了五周年纪念 忽然有点心酸 罗玉不仅不关心我的胖瘦 不关心我弄脏的衣服 连今天是什么日子 他好像都根本不记得 甚至不如一个陌生人 我们一开始也不是这样的 我们从高中就认识了 有过最美好最单纯的时光 进入社会 压力压得我们喘不过气 但是也一直在努力 都说末期少年穷 但等少年飞黄腾达了 还会记得那个陪他吃苦的女孩吗 我回到家 今天发生太多事 很快就睡着了 一个星期过去了 罗玉偶尔回我几个字 电话也是几句就挂 问就说忙机密工作 倒是和他之前出差一样 又一个星期过去 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 躺在床上给他发消息 一直在转圈 和租房的网太差了 我咕噜到 但是想到我立马就要 有自己的房子 心情又好了不少 我已经细细规划好了 怎么用这笔钱买个房子 在这座城市安家 花个十万用来结婚 在我畅想未来时 转动的圈圈 猝不及防地 变成了刺目的红色的感叹号 你已被拉入黑名单 什么情况 我疯狂地打电话 那头只有冰冷的机械女音 您拨打的用户不存在 一大早找去他公司 说他前两天刚辞职 手续都没办 我站在大街上打电话 问了他身边所有的朋友 没人知道他的去向 他人间蒸发了 难道真的被头巾小哥说中了 不可能 他不至于这样绝情 强烈的不安 涌上我的心头 意外 传销 还是陆父被绑架 大热天 我惊出一身冷汗 颤抖着打算报警 还没播出 闺蜜乔亮的电话 拨了进来 我泪珠砸在屏幕上 亮亮 罗玉她 乔亮说 雪茵 我听同学说 罗玉要和陈璐云结婚了 什么情况 你们什么时候分的手 我的手机砸在地上 屏幕四分五裂 折射出我支离破碎的脸 一瞬间我明白了 罗玉中了五百万后 果断地去追求他之前高攀不起的初恋斑花 我还在这里担心他的生命安全 我在筹划我们的未来 你却在想怎么能甩掉我 天底下有比这更讽刺的事吗 我请假回了老家 巧了 到中午的时候 罗玉的订婚宴刚结束 看着罗玉一脸宠溺地 牵着高条 美艳的高中斑花 陈璐云从酒店出来 我死死咬住唇 不让自己失态 我长呼一口气走上去 罗玉看见是我 瞬间慌了神色 而陈璐云不屑地上下打量我 皱着眉头则问罗玉 他怎么还缠着你 我气得浑身颤抖 罗玉怎么能颠倒黑白 这么无耻 罗玉他妈从后面冲了上来 大声推嗓道 好聚好散 不要太难看哪 我家儿子已经订婚了 女孩子家要点脸 不要介入别人感情懂不懂 那叫小三有没有教养 当初对我嘘寒问暖 说我是他家准儿媳的 罗玉他妈在大庭广众之下 骂我是小三 心里最后的一点侥幸被击得粉碎 痛到极致 怒到极致 我的头脑 现在反而分外清明 这无耻至极的一家人 我TMD怎么就找了这么一家人 周围的人越来越多 对着我指指点点 陈璐云靠在罗玉怀里 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的样子 罗玉他妈还在往我身上 泼醉恶毒的脏水 试图逼走我 你高中时候就缠着我儿子 耽误他学习 小小年纪就学勾引男人的样子 我儿子不上当 现在又来破坏他的婚姻 我可怜 你是没爸的人 但你也不能这样 没皮没脸吧 真是傻样的妈 傻样的女儿 我缓缓抬起头 通红的双眼 死死盯着罗玉他妈 你再说一句 我妈试试 罗玉他妈露出惊恐的神色 退后了两步 没看路 摔了个四脚朝天 我冷笑着看着他们一家 恍然溜走 从人群里揪出一个手机摄像 都还没关的小哥 说了句 你可以发到网上 三天后 罗玉一家准时来到派出所 和我谈和解 罗玉他妈一脸怨毒冲着我吼 亏我儿子养了你这么多年 你还叫了我几年阿姨 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你是要毁了他吗 我抽出纸巾擦了擦脸 没理他 面朝所长说道 我没什么阿姨 如果被告是这个态度 我就不谈了 在所长的黑脸下 罗玉他妈终于安生了 那天视频发到网上 很快就引起了关注 一开始都是骂我的 两天内 我手机收到了无数的乌言会语 小地方 大家都很无聊 就喜欢谈论八卦八这事情就不对劲了 我的好友和熟人纷纷站出来指责男方 两方吵得不可开交时 我发了抖音 我在镜头下平淡地讲述了一位渣男在众头讲后消失 抛弃女友的故事 然后反手把罗玉母亲告到了派出所 罗玉终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你怎么这么狠心 我妈之前对你那么好 你竟然要告她 我直接挂断拉黑 由于事情影响特别不好处理的就相对很快 我拿回了我借给罗玉的所有钱 我买的车和车的折旧费 我给他出的生活费一笔结清 出了派出所 罗玉甚至很坦然中还带着一丝鄙夷 他说 没想到我们在一起五年 你心里只有钱 这样也好 我就知道你没有多爱我 实话和你说 我一直想回老家发展 但你一定要在大城市闯出成绩 你太好强了 和你在一起太累了 我一句话没说 狠狠地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扇了他一巴掌 然后掏出一万块钱扔地上 扬长而去 乔亮夸我撒气 雷厉风行地就把渣男一家 料理得一败涂地 踩在脚下碾压 并且安慰我及时止损 看清渣男面目是好事 我谢过他的仗义 他最近不眠不休地在网上帮我喷人 很快我就听见他在那头打起了小呼噜 我挂了电话跑去洗手间 吐得翻江倒海 五年时间喂了狗 还被狗咬了 不痛吗 可能吗 但是我不能被别人知道 要是被他们知道 我一个星期没合过眼 不知道累 吃进去的东西会反射性地吐掉 我就输了 我以为我受的委屈是为了我们的将来 他却把他的无能和软弱怪到我的头上 我回公司那天 妈妈来车站送我 我看着他白了一半的头发 肿得眼眶 终于忍不住抱住他痛哭 妈妈 我好委屈 他们怎么能这么对我 凭什么 我不明白 我头顶很快被打湿了 妈妈哽咽的声音发酸 我的音音是最棒的 是他们不配 一通发泄后 我上了车 妈妈隔着车窗给我加油 我回到了原来的生活轨迹 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五百万的彩票 我本以为是上天的馈赠 结果是一个警示 警示我逃离渣男罢了 我只当是一个梦 但是万万没想到 老天爷给我的礼物 才刚刚按下空头键 你的意思是我掏空了讲池 讲池是多少钱 我刚才没听清 我颤抖着 几乎拿不闻手机 语调都变了音 小哥吹了吹额头 不存在的刘海 语调还是和之前一样懒洋洋 五个亿 具体好像是七亿四千五百六十三万八千九百二十五块 扣调税有五个亿 你用计算器算不就知道了 我翻着白眼 一把晕了过去 我做梦了 梦见我下班路过那家店 又遇上了那位头巾小哥 秋天了 他不戴头巾 戴了一顶鸭舌帽 蛮文艺地站在店门口 看着落叶发呆 很显眼 我不自觉地停下脚步 他也看见了我 看来你和你那白眼狼男友分手了 他蹦下台阶 眼睛亮亮的 我踢着石子 闷闷答道 你说话一直都这么尖锐吗 他白手道 大家都夸我帅 我笑出声 他满意了 又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 问我 你上次买的彩票看了没 中了吗 我摇头 怎么可能中 我就是个蠢蠢倒霉蛋 他才不管 直接掏出手机 帮我查了起来 哟 真重了哈 真的假的 两块还是十块 我伸头则得有五个亿 他伸了个懒腰 接下来的画面就很混乱 我一会儿和渣男罗裕在打麻将 他输了钱给不起 学乌龟在操场爬 一会儿我妈跳广场舞 变成了小兔子 一只熊把小兔子带走了 然后我又和头巾小哥吃烧烤 他手里的烧烤变成了人民币 醒醒 未醒 醒不行我亲你了 我猛地睁开眼睛 嗨 你怎么这么会挑时间 我都怀疑你故意的 醒了就赶紧的 得去巨室呢 我摸着头从椅子上坐起了 去巨室干嘛 领奖 那不是做梦吗 姐姐 什么做梦 你中了五个亿是真的 而且距离失效期只有三天了 你快点 我真的中了五个亿 坐在去巨室的车里 我还是心潮澎湃 难以平静 心脏狂跳 和中五百万那会儿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五个亿 做梦都做不到的数字 五个亿 五个亿 五百万可以让一个人这辈子轻松一些 而五个亿可以让人直接起飞 忽然 电话响了 我接起血音 气死我了 我要给你租个最帅的呀 你必须来 是乔亮 听起来很抓狂 震得我耳朵痛 我要压嘎吗 开车的福下山 也就是鸭舌帽小哥哥 贴了我一眼 乔亮七嘴八舌的讲不明白 让我直接去看班级群 马上百年校庆 高二班主任刘老师 希望同学们聚一聚 群里七嘴八舌聊了起来 不知道谁提起了 校舍很热 罗玉在群里说 要给学校捐一批空调 于是底下一片溜须拍马之声 锐雪音现在肯定超后悔没有好好珍惜这么有爱心的男人 不过就他那穷酸样 也配不上我们罗玉 还是我们陆云有贵人像 说话的人是陈陆云的闺蜜郭漫漫 言情小说中读者 嘿 陈陆云有贵人像 那你不就是陈陆云身边的丫头 我是这样想的 但是由于我现在中奖太兴奋了 一不小心直接把心声发群里了 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郭漫漫急了 破口大骂 我看你就是嫉妒 我可是听说了 你可是跟罗玉要了不少钱 老女 幸好罗玉发现了你的真面目 这下我是真的有点生气了 陈陆云适时的出来了 不要吵了好吗 大家都是同学 以前的事情 我和罗玉已经不计较了 雪音 聚会你会来的对吧 罗玉说 陆云 谢谢你一直这么善解人意 我放下手机 笑出声 去 必须去 面对面手撕渣男插女 不去 都对不起他们亲手送上的机会 等红灯的时候 扶下衫 忽然凑过来 微挑的眼角闪烁 鼻息交错间 我脸红了 富婆 姐姐 带我吧 我比鸭更帅更厉害 我目光下意识往下移 她愣了一下 不着痕迹地挪了挪 说道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 是我特别会吵架 嘴涕着场子 窒息的十秒钟后 我们两个人都红了脸 嗯 那个 我把店里的玩偶套戴上了 一会儿你穿上领奖哦 好的好的 谢谢谢谢 我假装睡着 担心一直砰砰跳 一直到我们走进彩票中心 才重新紧张起来 整个领奖过程 我好似梦游一样走完 直到我蹲在银行门口 看着网上银行显示的数字 才有了一丝丝的真实感 我来回数月迷糊 好多领 好多钱 之前想过很多报复以后 要干什么 但此刻的我脑袋 还是一片虚空 只有幸福的充盈感 忽然 刺耳的手机灵把我的思绪打断 来电显示是张经理 我想也没想直接挂了 姓张的是我 直系领导 工作能力稀烂 靠着拍马屁上位 唯一擅长的就是职场霸凌 我因为之前反抗他抢我客户 一直被他穿小鞋 他还定了很多丧心病狂的规定 其中一条就是 无论什么时间不接他的电话 扣一百工资 数不清有多少次 我在周日早上睡得最香的时候 被电话铃声吓醒 汗毛直立 心脏紧缩 但还是为了生活 为了梦想一次次妥协 但是老子现在有钱了 我不忍了 挂断 拉黑 关机 一条龙送给他 爽工作去 他的工作 老子就是不上班 巴士的板符 夏珊也乐得不行 他笑的样子像极了 严谨俊二电影里的男主角 其实有件事 我一直在考虑 翻来覆去 终于还是说出了口 福夏珊 谢谢你 如果不是你 我也中不了奖 我分你 他整理了夏威夷的帽子 偏头一脸细血地看着我 你要分我多少 我 大炯 嗯 一个一行不行 他一脸认真摸着下巴 我结结巴巴解释道 不要嫌我小气 毕竟这个彩票嘛 是我出钱买的 而且这么多钱 真的也舍不得 而且我声音越说越小 眼巴巴看着他 呼的 我眼前一黑 原来是他把鸭舌帽 扣在了我头上 他尽瘦的手指挑起帽颜 眼神温柔且诱惑 姐姐 我不要你的钱 但姐姐可不可以雇我当贴身助理 我可以帮你挣钱哦 这真的很难拒绝 他拒绝了我的一个一夜 我迷糊了 真的有人可以拒绝一个一丝人助理 看着他白皙俊秀的脸 我努力把一些过不了审的内容 踢出大脑 我拍拍发热的脸 镇定下来 朝服下山伸出了手 我觉得我此刻像言情小说的霸总一样潇洒 恭喜你入职 请你吃大餐 然而一个小时后 我和服下山 灰溜溜地被拦在了三星米其林法餐的门口 得霸总秒便爆发户 要预定 现在一个空位都没有吗 服务生带着商业笑容 十分客气地回答 不好意思 女士 我们只接待预约的客人 您可以先预约 下次再来通融一下可以吗 现在还不到餐点 预留的VIP包应该有的 价格高点 我可以接受 服务生的表情 好像我在异想天开 稍微有点不耐烦地刷着iPad 头也不抬回道 不好意思 VIP要累积消费三十万以上才可以开通 您目前应该没有达到等级 浮下山去接个电话走远 正当我考虑要不要冲前时 后面传来熟悉的声音 不会吧 真的有人不知道高级餐厅需要预定 陈璐云无嘴笑 罗豫站在旁边 一脸高傲 看到我后脸色有点不自在 不是吧 这也能碰上 不知道这是我倒霉 还是他们倒霉 陈璐云撩了把头发 温和的笑容下 带着不着痕迹的鄙夷 我们定了位置 要不你和我们一起吧 毕竟这样高档的地方 你一辈子也来不了几回 我带你开开眼界 气氛到这里 再沉默就不礼貌了 我想起了这句话 陈璐云 你要秀优越感 还非得拉踩别人一下的样子 我顿了顿 学着他的标志 无嘴笑说道 又茶又虚伪 他瞬间恼羞成怒 仗红了脸上 钱 我做好要战斗的准备 却猝不及防 落入一个温暖宽大的怀抱 我一抬头 只能看到 扶下山利落的下额线 和微微颤动的喉结 他清爽的嗓音 想起 带着明显的不悦 这位大姐 你要对我家音音做什么 这可不是你家 村口对面 两个人变了脸色 罗玉死死盯着扶下山 而陈璐云却是愣住了 不仅没生气 甚至有点震惊 还顺手理了理裙子 我眼间 看到他耳朵红了 罗玉上下打量扶下山 看不到什么名牌 便直接看向我 十分比一愤怒 你真是自甘堕落 学富婆包小白脸 这么快和这种男人滚到一起 挺放荡 以前和我装什么贞洁烈女 我感觉身后扶下山的气息 陡然冰冷了起来 不能连累他 我毫不客气 拿起一杯水 就朝罗玉泼了过去 注意你的说辞 娱乐媒体人的联系方式 我还留着呢 怎么还想火一把 罗玉脸色万紫千红 知道在我这里讨不到便宜 恶狠狠擦了擦脸说道 趁着钱没被掏空 和你的小白脸开个一百块钱的宾馆 多快活快活 然后他被陈璐云硬拉着 往餐厅里走了 我尝出一口气 拍了拍幅下山 不好意思道 咱们换一家 这里进了两只苍蝇 看着恶心影响食欲 它温柔地啄过我的手 轻轻磨洒下 在我耳边轻轻道 没事姐姐 咱们就在这里吃 我帮你把苍蝇赶出去 在我愣神之际 他拉着我大步上前 那服务生看到我们过来 这次直接不耐烦了 皱着梅十分不客气 不是说了吗 梅预约不接待你们 还是把钱收着 去楼下吃点便宜的 也省点钱 别这么虚荣好吧 浮下山从怀里掏出一张卡 在那服务生面前晃了一下 一个眼神都没给他 说道叫你们经理来 这时刚好经理出来了 看到卡利克 上前鞠了一躬 拿起传呼机说了什么 我没听清 下一秒 休息区里 罗玉和正在自拍 五百张的陈露云 被礼貌地请了出来 看来今天是他们倒霉 门口摆出一张牌子 今日闭店 然后十几位西装笔挺的服务生 站成两排 微笑热情地引导我 我牵着浮下山三十块的帆布鞋 踩上了柔柔的羊绒地毯 恍恍惚惚进了店 陈露云气急败坏 一副不死不休的架势 不是说闭店吗 那凭什么他们可以进去 把我们赶出来 我会告你们的 余光里 我撇到罗玉 甚至和服务生还动起手来 但他那细狗身材 两下就被拎了出去 又狼狈又好笑 而我接过英俊法国主厨的玫瑰花后 才缓过神 内心震动 我们怎么进来的 伏下山 双手支着头 烛光映美人 笑得狡黠 有点小关系罢了 姐姐 咱们谈正事 他递过来一个平板 上面有一些项目文件 我能看懂的是一份天使轮融资商业计划书 你是风投经理人 你的意思让我投这个仿生项目 这个项目很冷门 我大学就是学生务的 这种东西真的能做出来吗 我不是 但是经理人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如果你相信我投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的创始人是个鬼才 他会让你的资产翻几番 我仔细看了看所有的资料 心里按惊 这个研究确实厉害 于是我在福夏山和经理人的分析下了决心 大手一挥 下落附体 头两个亿 看着我埋头签字福夏山 低声靠近 姐姐 你也不怕我骗你 这可是两个亿哦 我目光灼灼看着他 我相信你真的 而且就算赔了 我还有三亿 他扑哧笑出声 你现在还是对钱没概念才正魔勇 幸好是我 不然后面他说什么我没听清 但是我明显感觉到他有点落寞 我正打算询问时 美食上桌 干是熟成的牛排入口即化 牛肉竟然可以做出棉花糖的口感 黑松露的味道很奇怪 甜点细腻清爽的让我几乎哭泣 呜呜 太好吃了 餐饱饭足 我松松筋骨 今天我要花个够 我要血拼爱马仕香奈而上 没我来了 我气昂昂 熊啾啾走进之前 连靠近都不敢靠近的奢侈品店 今天的贵姐 一看就是消灌 一眼识破了我的实力 不像那位已经丢了工作的服务生 殷勤地为我端茶倒水 我十分识趣地 买了挂饰 丝巾 成衣 手镯 项链 彩妆 还偷偷给福夏山买了十条领带 然后我指着墙上的一排包 对着贵姐微笑道 每款来一个都要白色 我可以等现货 有的现在就包起来 心满意足 大包小包从店里出来 在我洋洋得意时 我听见身后的贵姐悄悄说 我就知道这是位富婆 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帅的男人陪着在工作日逛街 我脚下一顿 瞅着偷笑的福夏山 脸从脖子红到耳朵根 太舍死了 夜幕降临 我搅着总统套房的浴缸里的泡泡 喝着红酒 看着距大落地窗外的城市霓虹 不禁感叹 这下死了都值了 旁边福夏山的身体僵硬了一下 又很快恢复 笑着给我地狱跑 别说不吉利的话 姐姐我还要跟着姐姐吃香喝辣呢 我有点恍神 觉得她总是不经意就流露出悲伤 不知道是不是我敏感 她看着我的时候 有种患得患失的落寞 姐姐 我回过神 她拿着毛巾 俯夏山脱了外套 锁骨若隐若现 眼神发暗 姐姐不是要洗澡 怎么不接毛巾 要我留下帮忙吗 随着关门声的 是我乱跳的心脏 和她放肆的笑声 什么悲伤 什么患得患失 臭弟弟一夜香甜 早上熟悉的电话铃声响起 是妈妈 我愉快地接起电话 本来想当面告诉她这个好消息 但是我憋不住了 现在就想告诉她 她要和她的女儿一起过上好日子 不用辛苦工作了 妈妈 我有好消息 要告诉你 小音 我是陆阿姨 她工作的那个鞋厂 说她偷东西 要开除她 还传得沸沸扬扬 你妈妈气得昏倒了 你快回来 什么 我马上回去 妈妈怎么可能偷东西 这是诬陷她在厂子里工作一辈子了 做了一辈子好人 究竟是谁 她心脏不好 万一我不敢想 我慌乱中撞倒椅子扶下山 听到动静敲门进来 我边收拾边和她说 急得快哭出来 她二话不说 立马帮我退房收拾 带着我冲到停车场 我哽咽着坐上车 她不停地安慰我 究竟是谁干的 我妈妈不可能偷东西的 扶下山 一边飙车 一边沉思 忽然 她问我 厂子的老板是谁 我愣了 猛地坐直 厂子的老板 是陈璐云的二舅 车窗外戚风苦雨 直到扶下山 硬生生掰开我的手 我才发觉 手心一片通红 想起昨天陈璐云阴暗的眸子 我有些悔不当初 为什么非得招惹他们 硬犯君子不犯小人 别多想了 就算你饶过他们 他们也不会放过你 这种事不可避免 你别太内疚 扶下山 轻轻开口 她好像总能想我所想 我常常呼一口气 稍微平静了些 但是那两个人 这次我不会再手软了 我冲进医院 却在走廊上杀住了脚 看到母亲挤在乱哄哄的四人间 一脸苍白 还是忍不住哽咽 我转头找护士 把我母亲转到VIP房 快点 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 原来有钱这么重要 我爸爸很早就去世了 妈妈一个人带着我 怕别人说闲话 硬是一个人扛起了这个家 好不容易熬到我长大 她本来可以领着退休金 像大多数人一样 过着闲散轻松的退休生活 但是为了支援我的梦想 退休后还进场打工 挣的钱都贴补在了我身上 想到这些 我有什么理由原谅他们 妈妈见了我 先是高兴 然后终于委屈地落下泪 上次见她哭 还是父亲离开我们的时候 我心里一酸 太苦了宝贝 妈妈真的没有 我怎么可能偷鞋子出去卖呢 我这么多年都熬下来了 现在却落了这么一个名声 让我怎么出去见人 妈妈不哭 我知道的 我都知道的 我一定会帮你查出真相的 哎 人家大业大 和上面又有关系 咱们惹不起咱们 算了 妈妈跟你走 不待在这里了 我恨得咬牙 或不及父母 我不可能 让他们毁了我妈妈的名声 不可能 我和妈妈相拥而泣了好一阵 一张纸巾适时的出现 阿姨擦擦眼泪 你放心 我们肯定会帮您恢复名誉 音音 你也快告诉阿姨 你的好消息 我妈愣了一下 看看彬彬有礼的福夏山 又看看面色潮红的我 神情复杂 音音 你不会怀孕了吧 妈 我七嘴八舌地解释了半天 妈妈终于相信了 我中了大奖 身后的男人也不是小白脸 是我的投资助理 他待置了有十分钟 整整十分钟 然后猛地一拍手 哈哈大笑 把我都吓一跳 太好了 太好了 没想到我们家 还能走这种大运 真是太好了 这群王八蛋 快好闺女给妈报仇 我要和重生逆袭 豪门大小街归来里的 女主角一样 华丽归来 打脸坏人 我妈平时 看的都是傻 其实来的路上 福夏山和我已经想好了 怎么弄倒场子 不得不说 福夏山是真的黑 这个男人恐怖如斯 但是如何恢复我妈的名誉 还得考量我问妈妈 有没有场子的丑闻和把柄 我妈一拍大腿 双目燃烧着八卦之魂说道 厂长和会计两人有一腿 他们在办公室乱搞 被被修电脑的撞见过 修电脑的小陈 是我以前单位熟人二大爷家的儿子 这市场里 怕是没几个知道 我和福夏山相视一笑 这不就有了好戏登场 很快 同学会我自信地走出家门 天空一声巨响 老娘闪亮 家门口的小路上 突突地巨响 翻滚的黑烟服下山 戴着一顶草帽 坐在拖拉机上 十分逍遥 我摘下墨镜 太阳穴隐隐作痛 我要你低调点 但也不至于这么低调 他敏捷地跳下拖拉机 向我行了一个优雅的摘帽里 我扑哧笑出声 他也玩耳动 你呢 这是我收缴的抵债物资 先停 你这敬爱的领导 咱们可以出发了吗 我拽着他的领带 把他扔进了昨天刚到的 911K24 我心爱的白色小袍 坐上副驾 他扭过头 看着我的眼神充满了惊艳 你今天真漂亮 我老脸一红 看了看自己 波贝尔的尖头芭蕾平底鞋 卡罗莱纳赫瑞尔的 镂空针织针丝白色上衣 拉文提诺的黑色西裤 没戴什么首饰 只配了孔雀皮卡克手表 浑然天成的精致俐落干净的体态 我站在镜子前的时候 也愣神很久 惊叹于高级时装的魔力 原来得体的剪裁 和质感十足的面料 真的会让一个人变成另一个人 电影裁缝高级时装 裁缝切类 重回故土复仇 他戴着宽颜的白色礼帽 点了一根烟 站在荒芜的村庄前时 他说了一句话 我把那件三十块钱的连衣裙 扔进垃圾桶时 缓缓吐出了那句台词 I am back you besters 我回来了 你们这群杂种 我来得迟 进包间的时候 基本所有人都到了 我刚要推开门 听到里面在谈话 停了脚步 学霸 以后多提携下老同学 我可是听说了 县里领导很器重你 前途无量 一个男生夸张的恭维 听得让人起鸡皮疙瘩 我记得 他古军上学那会儿 总是欺负班里贫困生 现在看来 越发人渣了起来 幸好和那女人分了 他从上学那会儿就孤僻 缠了罗哥那么多年 也就罗哥不和他计较 要是我就告他勒索 看这都几点了 没来 他是不敢来咯 十分做做的女生 拍马十分娴熟 他余音未落 我怕推开门 笑咪咪环顾一圈 大家聊得挺开心 人群瞬间鸦雀无声 尤其是围着罗玉 和陈璐云的那几人 神似老八继续说 怎么不说了 那个许珊珊是吧 你欠我的八百块钱没还 就把我拉黑了好几年了 要不现在先还 我边说边夺过 桥亮手里的酒瓶子 眼神示意他安心 这虎丫头 我在晚点到 他能和这群人干起来 结果他呆傻着看着我 半天蹦出一句 哇哦 你哪位 我送了他一个脑瓜崩 许珊珊珊脸色轻一阵白一阵 狡辩道 我就是忘了同学间谈什么钱 我缺你这几个钱吗 你怎么这么不讲情理呢 我留老师一拍桌子 好了 都别吵了 瑞雪音 你怎么一来就和同学们闹矛盾 还有没有把我这个班主任放眼里 对于一个偏心好学生 优待有钱学生的人 我还真没法 我在门口的椅子上坐下 罗豫先是眼里闪过一丝惊艳 又立即变成了阴朗 陈璐云则怨恨地看了我一眼 就往我身后看去 目录期待 但很快变成了失望 班主任在滔滔不绝地发表着感言 期间提了十几次罗豫说他不忘本回馈母校 以后一定是人中龙凤 听得我只想笑 一个高中教好的同学白河在偷偷看我 望过来 他红着脸说 你今天真漂亮 真的差点没认出来 我觉得你这身真好看 比陈璐云有气质多了 乔亮也附和道 是啊 你一进来 我都没认出来 其实你一直都很漂亮 只是不打扮 姐妹 你今天绝对全场MVP 我笑着接受他们的善意 几百块钱连牌子都没有的淘宝货 和斑花的地家套装笔 真是笑掉大牙了 白河 我看你是穷的 连大牌都没见过 白河是农村出来的孩子 被许珊珊这样一说 瞬间白了脸 我就是觉得好看 我确实不认识什么大牌 只是实话实说 白河辩解了一句 结果受到了更猛烈的嘲笑 我撸起袖子要理论 白河在桌子底下拉住我 轻轻说 你别理会他们 都是一丘之和 缠起来 还是咱们吃亏 不值得为他们生气 我想起来 白河 许珊珊和谷军 还有刚入职的罗裕 都在招商引资部门工作 难怪谷军和许珊珊那么六点罗裕 恐怕白河平时没少被他们欺负 我冷冷盯着许珊珊 抬起手机 发了一条短信 忽然听见有人叫我 瑞雪音 你给罗裕道个歉 老师就原谅你 什么刘老师 语气已经不耐烦了 但还是一脸柔怀 瑞雪音 你给罗裕道个歉 老师不希望交出一个物质的坏学生 你要明白老师的苦心 我一字一句 看着那圆炳子脸 既诚恳 又大声道 二十万就能在你这里买宫廷 老师 你眼皮子这么浅吗 我话音一落 基本上所有人都变了脸色 也有几个暗暗叫好 老刘一杯酒都洒了 瞪着我 你什么意思 我直接杠上 我说您见钱眼开 不变是非 一把年纪连脸都不要了 老刘气得直翻白眼 罗裕掺着他 假惺惺看着我说 你真是道德败坏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我就是看透了你这样的嘴脸 才和你分手的 我捐二十万给学校 就是为了报恩 你有本事 也捐二十万 陈璐云赶紧上前 语重心长地接话道 是啊 你怎么能这么想我们呢 你不是从罗裕那拿走了十五万吗 这样你把十五万捐出来 我们就不计较今天的事 刘老师也会原谅你的 好家伙 原来在这里等着挖坑买我呢 那钱会进谁的口袋 乔亮忍不住了 憋不住到 别在这里道德绑架 陈璐云露出鄙夷的笑 说 他不是要公平吗 把钱拿出来 给你公平 我把桥亮揽到身后 似笑非笑环视一圈 对着老刘开口道 我今天拿个一百万出来 你让罗裕和陈璐云 给我道歉怎么样 短暂的沉默后 是哄堂大笑 他是疯了吗 他哪来的一百万 他要是有一百万 我能捐一千万 罗裕笑了说 行啊 没问题 可是你要是拿不出来怎么办 陈璐云无嘴说 那就跪下来 给老师和我们俩道歉 我们就原谅你 乔亮有些慌 悄悄拽我说 算了 咱们走 老刘不紧不慢地争了一杯酒 说道 瑞雪茵 本来说 你把不义之财拿出来做善事 老师就会原谅你 但你今天的表现 我很痛心 你说 你妈是怎么教你的 果然 单亲家庭的孩子 心里都不健康 许珊珊像是抓住了什么 兴奋地宣扬 你们还不知道吧 她妈 好的 我现在是真的生气了 你们触犯到了我的底线 我冷笑 砸碎酒瓶 据想让全场人呆若目击 注意你们的说辞 这是我正要和某些栽赃陷害的人 好好解决解决 谁撞枪口 今天我让她吃不了兜着走 许珊珊掖住 这时 门又一次被打开 扶下山 一身黑色条纹西装 温和的气质染上一份冷硬 她扫过众人 语气压迫力十足 谁在欺负我们家音音 我看着脚底的酒瓶子 呃 其实看起来是我在欺负人 许珊珊委屈道 明明是她又是顶撞老师 又威胁同学扶下山 根本没有理她 直直走向我 周围一片窃窃私语 天哪 她好帅 不是吧 她是她的男朋友吗 这罗豫和她比可差远了 我怎么看她有点眼熟 是在哪见过 我瞅着陈露云惊恶 而罗豫脸都黑成驴屎淡了 她刚要发作 但是看到门后面又进来的人 瞳孔一缩 瞬间变脸 校长 领导 你们怎么来了 罗豫 陈露允许珊珊 还有古君纷纷迎上去 白河犹豫了一下 也站了起来 我坐着没动 扶下山 站在我身后 悄悄在我手心画了一个圈 痒痒的 我好担心你会吃亏 幸好她的泥男在这种情况下 竟然分外缠绵 一堆人堵门口 罗豫和老刘分外殷勤 罗豫哈腰地烟 春风满面 还得意地看了我一眼 这要巧 王校长和邱主任 也来这里吃饭 来 领导们上座 老刘己过去和邱主任握手 邱主任久仰久仰 我是罗豫的班主任 他是我培养出来的最优秀的学生 他为学校捐二十万 也是我从中牵线的 是把王校长 邱主任不嫌不淡 王校长脸色很不好 但是那几人没有看出来 陈露云还对着邱主任发点 邱叔叔还记得我吧 我舅舅邱主任四十来岁 经受干练 此刻皱着梅直接打断他 我不记得 别乱攀关系 我刚才在门外听见你 让他给你跪下来道歉 陈露云一下子结巴了 他不懂为什么邱主任要提到我 这就是开玩笑 您不知道这个人 他骗了罗豫很多钱 我就想出气罢了 您别误会 邱主任瞇起了眼 王校长直接吼出来 胡言乱语 锐小姐给学校捐了一百来万 会骗你那几十万 简直一派胡言 陈露云花容失色 声音都劈差了 什么 你们几个这么久 没解决新能源厂的建设引资问题 而锐小姐不仅谈下了厂商 还追头扩大了规模 我听她说了你们的事情 你也太不厚道了 幸好她没怪罪 没影响项目 我对你很失望 其余人自觉告辞 包间内就剩了我们几个 邱主任和王校长硬是把我推上了上座 现在我不用看任何人脸色 老刘已经说不出任何话来 瘫坐在椅子上 我喝了一口茶 慢悠悠道 我捐了 是不是有人该给我道歉呢 罗豫和陈露云凝在那里不动 邱主任重重地把筷子拍在了桌面上 罗豫抖了一下 终于僵硬地开口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对不起 我心里没有想象中的爽快 只有物是人非的悲凉 她选择了现实 又败给了现实 我看了她很久 慢慢转过脸向陈露云 你呢 陈露云扯着脸说 我好像和你没什么关系 你们之间的事情我不参与 则真清高 你确定我妈的事和你没关系 我盯着她 她脸色一变 电话响了 她接起 没过多久 嘴唇都抖了起来 扶下山这段时间 通过接近那位会计 拿到了厂长出轨的证据 然后发给了原配 果不其然 那位泼辣原配不去教训老公 却来报复她 而厂长视而不见 每宴会计一怒之下 把厂子违规的证据 卖给了我们 这其实很简单 玩弄感情的人 总有一天会在上面 爹教我事事开口 我给你机会 去洗清我妈妈的清白 你舅舅的厂子 你和罗玉也占了骨 不想血本无归 你知道怎么做 她气急要上来打我 被扶下山一把抓住胳膊 她一脸委屈 竟然和扶下山哭诉了起来 你竟然帮着这个女人对付我 你是不是把我忘了 什么瓜这是 扶下山面无表情 我不认识你大姐 陈陆云更崩溃了 我们放学走过一条路 我给你写过信的白河 突然指着扶下山 我想起你是谁了 你是敌我们一届的那个帅哥学霸 我震惊地看着扶下山 他竟然和我们是校友 他为什么不说 他怂怂间放开了陈陆云 陈陆云咬牙跑出去打电话了 所有人都看向罗玉 怎么看他的头发都是绿油油的 接下来 我和两位领导切实地谈了项目的细节 罗玉得知我投了两个亿 整个人都不好了 不过这人要说他牛逼 他是真牛逼 没过多久 他竟然就恢复了 竟然也主动参与了项目的讨论 还和我谈笑风生 好像之前卑微道歉的人不是他 我能明白 这个项目如果成了 升职 那是板上钉钉 我咳嗽了声 对了 我 这个项目 你们那边得有个靠谱的人跟进 白和 来吧 我觉得他不错 邱主任点头 小和事不错 做事细心负责 罗玉急了 主任 不是我一直负责这个项目的吗 邱主任冷着脸 你爱再锻炼锻炼吧 白和热泪盈眶地看着我 他终于有出头的机会了 这是他的善良带来的回报 谈话结束 我和福夏山 走到半路 被罗玉拦住 音音 我们能谈谈吗 这个称呼叫得我一阵肉紧 但我还是想知道他要干嘛 便过去了 到了角落 他一把抱住我 音音 当初是我不对 是我昏了头了 陈璐云 他根本不爱我 我只是被他迷惑了 我知道世界上最爱我的人是你 我们复合 一起实现咱们当初的梦想 我趴地关掉录音 发给了陈璐云 然后用力地朝他的当部来了一脚 转脚 我牵着浅笑的福夏山 闻着他身上好闻的青草薄荷味 洗涤了身心 不久 妈妈就得到了场子的道歉声明 他神清气爽地出了院 听护士说他早就恢复了 在医院 没走 是因为看小说 看入迷 懒得动 他开了好几个小说平台的会员 说要好好学习 有钱人的派头 我订的薄金包和康康全送给了乔亮 他哭得像个一百斤的傻子 好姐妹 其实是我要谢谢你 锦上添花意 雪中送探南 我都记着的 我按照承诺没有举报工厂 但是我可没说 我不采取其他措施 在福夏山的各种操作下 我以市场价三成的价格 成了工厂的新主人 我赶出了整天在家看小说的老妈 让她去厂子过 把领导引 她竟然干上头了 效益十分不错 我老妈现在出门就是司机 自诩城乡结合布女企业家 新能源基地也正是动土 为了让配套设施完善 让员工们多点娱乐 我在附近争了一块地 盖了一个洗脚城 可能是巧合 那块地是罗玉家的祖宅 听说罗玉他妈几番上门纠缠 被我请来的门卫赶了出去 罗玉被查出贿赂 免职辞退 名声也臭了 没有单位愿意要她 鬼使神差 不知听了谁的话去投资 赔得一干二净 陈露云在一个半夜 卷了剩下的钱 跑了五百万的美梦 到此为止 不过我已经无心管这些事情 刚解决家乡的这些事 我的电话就被打爆了 我投的仿生物研究公司 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 震惊了整个医疗界 无数人想高价买我手里的股票 都被我一一回绝了 我和创始人吃了几次饭 他是个不善言辞且古怪的人 乱糟糟的头发下是一双明亮的眼睛 他邀请我成为他下一个项目的合伙人 短短时间内 我的资产翻了几番 当初的忐忑已悄然不再 南国的海岛 阳光清亮 椰林飘香 我坐在度假别墅的办公室桌前 拿过最新的资产报告 接近二百亿身家的我发出了悠悠长叹 签文件真的好累啊 我想出去游泳 扶下山头 也不抬 奋笔即飞 短袖山领口露出漂亮的锁骨 不行 所有报告都要细细检查两遍再签字 你看 这里又签错了 重做 我趴下歪着头看他 终于问出了声 我们在很久以前是不是见过 他停顿了一下 很快回答 可能别打岔 快干活 我只好乖乖签字 晚上睡着后 我又做了那个梦 梦里的我没有遇上扶下山 在中了五个亿后 我和罗玉复合了 一开始家庭是美好的 但慢慢的 我的财产被转移 罗玉出轨了 陈璐云再也不回家 婆婆每天在家催我生儿子 妈妈帮我上门讨说法 踩空楼梯 我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 有一天 我走在大桥上 偶遇了一位 穿着黑色套头卫衣的男生 低着头 看不清脸 他在弹一首 我很喜欢的歌白歌 我驻足欣赏了一会儿 他剥弦的时候 我注意到他食指的中指节 有一颗小痣 我把身上所有的钱 都放在了他面前 然后我走到桥的尽头 一跃而下 从梦里惊醒 恍惚间 一只温柔的手 轻轻擦拭我的额头 另一只手揽住我的腰 又做噩梦了吗 我云长呼吸 对上浮下山担忧的目光 揽上他的脖子 把玩他的手指 他的食指的中指节上 也有一颗小痣 他蹭了蹭我的额头 给我唱歌 我缓缓安心睡去 我不问了 现在的一切 就是最好的 对上浮下山担忧的